六组谈经讲记,第一集,1981来北众电台名 9年4月1日,前,六组谈经,为六组大师37年所说法要的总结, 严谨一封,电台广播受时间限制未能细说,只做简介。 此播讲,假用于生意的发明,为了审视时间,中民主义及人民地处不能详述指明。 各地佛经流通处皆有此经注解本,可自参考。 我们播讲此经目至西,社会大众对佛教有认识,而佛门众统, 由于六组的开示,可以获得修学纲要,成就无量功德。 经题,六组,大师法谈经,这是经经语全文。 一般习惯略称,六组谈经,或者,谈经。 这是中国佛教禅宗第六代祖师慧能大师,教界森徒四众的语录后人,尊称谓,谈经。 经题可分为五段来介绍。 第一段,祖师。 他的道德、学问、形式,为后世所宗养之法者,才为祖师,创立宗教。 建议者,也可以为祖师。 释迦牟尼佛传法给弟子摩赫加叶,是为佛教禅宗出祖。 传道二十八代菩提达摩,达摩祖师来中国,成为中禅宗出祖。 达摩传,各为二祖,为可传,僧灿为三祖,僧灿传道姓为四祖,道姓传红忍为五祖,红忍传慧能,是为第二代祖师,通恩六祖。 第二段,大师。 四朝一集,云,大师,诗者,群生凯伴。 于家论,云,能化岛无量众生令苦寂灭,顾名大师。 又曰,卑灭,外道,是初时间,顾名大师。 资迟,云,大师者,即天人之师,佛十号之一,从这些定义看,唯有佛能称为大师。 但是在后世,禅宗,竟知森,不,也尊称其祖师大师。 第三段,法宝。 佛菩萨所说的妙法,智力可尊,犹如世间之财宝为人所珍爱者,通称为法宝。 第四,谭。 谭。 风,土而高知,称作谭。 这个,谭。 原来是刘宋时代,求纳法罗三藏法师所立。 并且他立一个碑,碑上课有预言后有, 身菩萨与此,社界。 两五帝时代,到三藏,在此谭,旁边种植菩提树,也预言一百七十年后,有肉身菩萨于此树下开眼上成佛法,广度无量众生是这传佛经的法主。 一百七十年之后被能知果人,在这个谭落法,出家受解。 但是六祖说法也是随缘,哪个地方有请,他就到哪里去,不一定是在这个谭判菩提树下而说。 然而,为了纪念这个谭故,后人失忆,一身所说法语,总称为,法宝谈经。 第五段,经,字。 经,字有,贯赦常法,四的意思。 言说字。 他载用,文不变,的真理法则,而能久解,借众生寻。 得以破弥开悟,离苦,得乐者,就称为经。 合起来讲,这一本就是中国禅宗第六代祖师能大师所说语录后人,能称为,谭经。 这是经题大义。 六祖会能大师,俗姓卢,父亲民邢涛,母亲李氏。 六甄于他,朝征十二人,二月差,东兴,京县人。 大师三十父亲,或是,家境清寒,没有机会读书,是个不识字的人。 但他听人读诵,就能误知其中一理,不但解悟且是识证,神,识,正,同时换言之,他同时据, 旭族三学,三会,与世出世间,先诀,大诀甚者相契合。 大师于三十七年教学中,实则是将世世间正,学放光大。 大,圣学是真正的学,问后世的图,慕圣学,然不得其门而入。 六祖教学深入浅出,严谨一封,里面是被, 具足诸佛无量法门,依依法门,具足, 主量妙,依依妙义,发挥佛无,无量妙礼。 华颜经,云,及弥勒楼阁中,及普贤毛孔中, 善入者及同才,于一念兼圆满各,与普等。 诸佛恩,为无诵,共,让大愿,海,聚佛祖,祖师会命, 赴起普,救众生的大责大任。 诸佛恩,开支门,之所,流通,三百年,及海外。 是,版本很多,丁福宝居士所见到的就有十多种, 其中被后人所篡改出很多。 我最初看的是丁福宝居士,以后也曾经见过七种蒙版本, 其中以,不惠大荡经曹西本最善。 此次宣讲,依曹西本为主, 并参考流通本及敦煌本。 六祖二四岁,被耶兽五人大之一,一波,三十九, 九岁出家受戒,说法历生三十七年。 六祖江世纪时,指示门人法海等,说,无于大范四, 说法于经,抄目流行,目约,法盘经。 如等守护异乡,传授。 根据词段记载,法宝坛经,四个字的经题为六祖自己所立。 这不经确为一身,由文人记录总结。 本经大义。 曹西原本的张牧次第,与正统本几乎完全相同。 正统本分全第九张。 曹西多一张。 附主流通第十。 十张大义皆解如此。 此。 物法传一第一,流通本将此章前半改作,行有品第一,后半改作,半第二。 而,这一张正大义,最初于大范一日,说之,拯救,说,误入,摩赫般若波罗蜜,教人,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无上法门,以及祖师自己得法,修学的经过,是乃恩转法之线,人身作证也。 这一篇篇记录非常珍贵的,读之如剑六祖其人,又如清玉讲习。 此章末后有无相诵十五首,成为顿教修学法药之传,应该继续。 试日功德净土一二,流通本改作,一问文品。 第三,内容特别重要,尤其是对今日佛门四众同修来说。 由于我们的社会繁荣,生活水准普遍,本省一大小,三要灵,无不立堂,近乡镇,自以为,功德无不立, 六祖在这一章开示功德的定义,并且指导我们要舍有畏功德,修显自信功德。 与禁,问答,延迟,大师制的,文白,六祖所接引的是上根立志之人,所说的是上上一臣大法,直接叫人取迹光时报净土而舍方便同居,真是慈悲至极。 此不是破净土法门,千万不可以错会主义。 本经自此章以下,都是众门截祖。 诗十七年,要学语,与分类转集而成并非语,回锁。 定会议题第三,流通本改作,定会品第四。 这一章是佛佛禅宗的新传大本。 法师是众说,无子法门,一定会未未本,一体正式不二法门,是本性顿教。 教授祖祖禅第四,流通本改作,谈品第五。 一章是中门训行方法的总纲领,最高的指导原则。 不但参禅要明了遵守,就是念佛人也应该记取,才能念道理一心不乱,即上上岸。 一切法门欲入一针叶, 不以为总纲领。 传相忏悔第五,流通本改作,忏悔品第六。 这一章是讲见信成佛内容的五段,第一段传授界。 定会解脱,解脱之见,五分法身相,四受,无相忏悔,灭三世罪,令得三叶清净。 第二段,叫,八四红誓愿。 第三段,是相三,一一解。 第四段,开示一体三身自佛,令得学者不入。 第五段,说无相送五手,旨在灭除无人多生多劫所造罪障,罪障消一世。 参信成佛。 参计机缘。 第六,流通本改作,机缘品第七。 这一章列举十三位门人请易机缘,来做一个叫,学,经的吧。 正如,华言经善才参学,又无。 冷言经,二十五元通,皆具足修学的示范作用,正是指于至善的教学,慈悲至极。 在这一章中,易建祖师被基点化,说法力深之大。 如法之余,法华经,称之余。 于,伦家经,照,彻,无尽藏比丘尼之余,大涅槃经,建祖师指导其大开元解之妙物,是一叫独动的模范。 又如清源之,不落吉,南月之,修正无,乌然不得,勇家大师之,疑速觉,由此可见祖师指点,其误入不二,清正无身之善巧,是幽形的典型。 我们在这一章看道,古德无解门或是行门,莫不皆是以误入未踪。 南盾北剑第七,流通,本改作,盾剑品第八。 这一章是对当时禅宗弘阳驱势的技术,事实时。 五族人大师传出两个,南盾,是六族慧能大师,乙。 本来无一物,卫宗。 街上上根人,是顿教。 北方是神秀大师,乙,实时情服事,卫宗,接引大成人,是明见教。 神秀敬佩六族,也是一位了己的人。 可惜的是,他门下不会能大师传一得法。 西乙族,读读得,读读,智,小玉奇徒,亦见奇师兄弟本无相继,各依因缘红化一方,也是我背后人当笑的。 朝真。 宣照第八,不通本改作,宣照品第九,也有改作,护法品第九。 这一章记载当时朝廷帝王时影,仅供养,秦义,是老吉,其对使者的开示,成能发生性。 祖师做出一个出家人远离明文立养,守出家人本分式的好榜样。 这一事实,也是深调。 张提座故法别具身,令人醒悟。 法门对视第九,副主流通第十,流通本将此两章合并,改为,品第十。 这一章是六祖教授及门人说法不失本宗宗旨的犯。 以三科对十八戒,以十八正除十八邪,三十六对天然佛法。 但是大法不可以轻心,慢求,必要至成高,因此经不顺自,乃是一佛心也。 诗于,于泰迪元年人子七月命门人往新周国恩寺建塔,这一句以下才是,副主流通第十。 这一章是记载祖祖师父主传法的事情,很详细,尤其以甲洞令, 正记八首,说出此宗乃是无证法门。 为本经立名为,法宝坛经。 最重要的,末后时,出书,欲成就主至,欲达一乡三昧,一行三昧,此乃一臣佛法修正之指南。 大师一身是现,又是一样,一行的,修学榜样。 以下说, 诗诚祖祖祖成,道统齐来有字,用意很深。 祖师最后留别八首记,曰,自信真佛记,后代之人,实词记,自本性。 今自成佛道。 未同,同修,学佛就是学诀,学悟,觉悟,觉悟本性。 本性之中,妙占,但缘迹,缘满具足如来智慧得相。 法界缘世一真,一乡,一行,奈何众恩自聪明。 知见立之,不误实相,然。 这五六成,岂无量仗,整轮六道,生死流转,时有于此。 佛祖慈悲,昔来之指,教我们顿悟本性,自成佛道。 诗,以弥观未破万劫苦。 苦血不能超凡,愿大有,有智,有学。 六祖谈经讲记,第二集,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9年4月日。 误法传一第一,是大师在大范四应为止之情。 为大众一天演讲的完整记录,也是一部完整的经。 非常宝贵。 诗,大师至宝,烧,追赐行,取,与光荣入山。 请诗,于大范四堂为众开元说喝斑,若波罗密法。 诗生作诗,四史观聊三十余人,如宗学诗三十余人,森尼道俗一千余人。 这因经文,和佛经上句分相同。 这是大师自广州法姓寺,来到韶州取江县曹西保陵寺时,其确实年代,依法海就续推大于日堂高宗用二年。 就是公元六百七十余人,年的恩天。 保陵寺就是现在的南华寺。 当时的韶州自始, 为, 取与他的部署, 幕僚多人, 仰慕六祖的道学, 特地来到保陵寺里请大师,到韶州进郊的大范寺,以后,改名为报恩孝寺,在该寺讲的大众,广开佛法音,也说大成,成佛法的精异妙法摩赫般若波罗密法。 这八个字,就是当时六祖演讲题目,这个题目也是知大人所求。 请求, 敦王本的精题, 南盾界上大, 大成摩赫般若波罗密经六祖会能大师于韶州大范寺,四师法谈经一卷,实际所致,当未经经首章。 而此八字题目非常重要,因为六祖在乌, 祝摩赫般若波罗密,成为千古一人。 五祖,未说,金刚刚,精,智,应摩所住而生其心,处,六祖言下大悟,误入自信摩赫般若波罗密,自信本来具足,与十方诸佛所悟的诸二五也。摩赫般若波罗密,是古印度语, 中文意思是圆满究竟的大智慧。佛法宗以信未能入,智未能度,成就圆满究竟大智就是成佛。 独自当末后一句,和其领男友说出事,便明正。 六祖已误入,以正的,经为次使,同参到有等辈,哪一个不希望能知六祖是如何开悟? 更希望大师祖,也指点我们大家也能开悟,这是此次讲演宗旨所在。 而流行本竟将这么重要的讲题删掉,实为不当。 而只说,为周爱,远说,就应远说的审法。 远然莫名其傲也。 原本集敦煌本,讲题句成,令人一见辩知大师所说宗旨,即时就可以抓到纲领,方式说听无耳。 这样的讲题,的确很能吸引人。 六祖,深座石堂,这听众有次使,官僚三十余人,如作诗也。 有三十余人,僧尼,道士,在家居士们共一千余人,同时向大师敬礼, 希望听到摩赫班波罗蜜法的经药,可见当时法会的专书圣。 摩赫,一座,大,班若一座,作会。 波罗蜜,一座,彼岸过亿。 道家,有圆满旧的意思,法,是指法门,就是误入摩赫班若波罗蜜经药的方法门禁。 这个题目有多么动人。 我们怎能轻易放弃这样大好的机缘而不去听法。 大师告曰,善知识。 总敬心念摩赫班若波罗蜜。 大师柳,父,更曰,善知识。 普遗自信,本,来清,但,用此时了,成佛。 大师告诉大众,善知识。 总而言之,此事需要以清净心念摩赫班若波罗蜜。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时的, 并非常宁静。 大众聚精会神的倾听说法。 实际上,大师已经将班若法药和盘托出,指示大众不悟。 于是,大师格很久告诉大众,不自信。 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 这四句话是解释前一句,肯定前一句, 教导我们,总敬心念,的法药。 也可以说,在大众四开,道,已经,将误入的法讲完了。 大众四简短开释里最重要的就是,静心念。 静心,就是无助,念,就是身心。 静心,佛在金刚班若会上教居菩尊者。 诸菩萨摩赫萨应是身静心,不应注色心,应注身, 真相畏处,把身心。应摩锁住,而身其心。 诸菩萨由此物入,略是,也此物。 佛祖之交所,传,不由此门出,无与此。 此相应,真传,佛心应之法主也。 静心,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的心就是静心,就是无助心,也就是自己不灭心。 生灭心是妄心,分别心,执着心。 生灭与寂灭现前,才是原成总静心念。 念,不是分别,不是叫我们起心动念,而是因正念。 是,大臣经常说的。 心正真如,就是真正满的会。 菩提自信,本来清净,菩提意思是觉,自秀是不信。 人人都有本性。 智慧觉性,本来是清的。 从来也没有,就是禅家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 这个面目从未缺失,只可惜众生日用而不绝,所谓迷失真性。 佛与,众生的差别只在心。 一心是,一心是正念,一心是真如,一心是实相,一心见真法界,就叫做佛菩萨,就叫做觉者。 众生一念不觉,三心,一心,二,一,律望,然。 然者五欲六,明为,一样,妄想分别,执着,心未进转,这才无迷自迷,不见自信本来面目,不能正的自信如来智慧得相,越距远,越迷越深,所谓可敏者。 就叫做,凡夫,就叫做迷。 六祖大慈大悲,只叫人认的真性,信得本尽,然后只只说,但用此心,直了成佛,正是上佛,和其解义。 明大师说,至理一言,典凡尘。 经不,歇,歇吉菩提。 性尽心明本来是佛,正是这个意思。 这一段开示是大师以身要学当领。 我们千万不可轻易忽略。 大证文若法要,大之于此,此是法要。 以下经文开示,是大师叙述自己求法的经,或,读于后学集具启示作用,是大师的身教,现说法。 善知识。 且听会能喜事意。 能言父伴犯犯,所向留于安。 我心正。 此生不幸,父又早亡。 老母姑依,移来南海。 艰辛贫乏,于是卖柴。 大师于是范阳,现在的河北省。 大师。 新人做官,被降职留放岭南。 岭南就是,至无岭之南,是现在的广东省,新州及广东新兴县,落即未平民。 大同年。 欲非常不幸,不清早,大雨老母迁居到南海,渐进非常。 清寒,靠卖柴度日。 时有一刻买柴,使令诵至课店。 课收去。 能得且却存外,见一刻诵经。 能引经与印魔术,而生其心,心即开悟。 随问课诵何经。 课曰,金刚经。 复问从何所来经典。 课诵,我容其黄梅线都禅四来。 其四是五祖人。 大师在笔主化,门人一千有余,我道笔中礼拜,听受此。 课诵。 大师常劝僧俗但词,金刚,即自见性,直了承佛。 能文说,素习有缘乃猛,取淫是两云,令老母一良,叫便往黄梅里拜五祖。 有一天,有一位顾客要买柴,要我把柴送到客店。 将柴,收下。 我得了钱,被出门外时,见到一位客人在念经。 听到经中所讲,应模所著,而生其心,心中豁然开悟。 于是就问客人念什么经。 客人说,金刚经。 我在问他,从哪里来,怎么得到这本经的。 客人说,我从齐州,湖北省,黄梅县东禅寺来。 禅寺,称莲花寺,位于黄梅县西南义里的东山,是禅宗族红忍大师主持教化的道场,参学门人有一千多人。 我就在那个寺院里拜祖师,听受此经。 五族常劝家。 在家大众们,只要受持念诵。 同音刚经,就然,能见自本性,直下了悟成佛。 我听,他说完之后,真是前世有缘,沉蒙一位,恶人取两音。 自给我,为老,衣食之用,叫我到梅县里拜五族。 这一段文,在流通本少,应魔所著,而生其心,八个字。 而八个字却非常重要,说明大师开悟解乃在。 偶然无惊。 他在当时必定与那些客人议论经义,而为众人忠心敬佩,才有人慷慨憎惊,劝勉参学。 不然,黄梅见武,就显出疾风,超绝不凡。 由此可知,黄梅八个月,乃是求应证此事。 应魔所著,而生其心,明代莲池大师解说,应,是当也,应当无助,而生心,应当有助而生心也。 入助而生,生者,是清净心也。若以心本不生,不得延生。 应身魔所著心,又云,不应助色身,不应助身相未触发身心,前应。 后颜不应正是附说,明,魔所著而生者,生即无生也。 六祖是不识字之人,却能一文经句心结物。可见他的心平常就很清净什么。 事情都能放得下,都能看得开。虽然贫苦,却不求富贵。 他对五祖说,会能起和尚,弟子自详生智慧。 不以自信,即是福田。 非圣何? 和尚叫何物? 听了这几句话,可见悟达之人福慧本来具足,夫妇贺求。 是一位真正做道,于人无真,于事无求,诸恶,恶莫作,众是行。 指于善尽之人。 他的文也必然是和悦,诚信的人,才能一文辩误。 这就是六祖大师献身说法教导我们。 我们和大师一样,和博一样,与祖福,不会圆满的清心, 所以我们不能证得。 人应在,有助而生心,助色生心,助身生心,乃至助法生心,身分别心,身妄想心,身执着心,山心,甜心,无名心。 所以,还有,八万四千成劳烦恼,清净的精字,自然不能证得。 如果我们蒸发心愿意证的,大师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换句话说,只要以精力,何方,持以恒,便有误入机缘。 六祖谈经讲记,第三集,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名,9年4月3日。 能安置母义,即便此,清,不经三十余。 于日,便知王梅里,离拜无足。 大师开悟之后,接受诸客人的劝教,于是被祖老母生活所需,一切都安老,此别了清。 还,不到三十多体就大,大湖北黄梅中禅字,离拜无足。 问能曰,如何方人? 欲求何物? 能对曰,子氏领南兴州百姓远来理师。 唯求做佛,不求余物。 五祖问,你是哪里人? 到我这里来想求些什么? 会能答,弟子氏领南兴州的明百姓远来理师。 导而来拜大师,求做佛,不求他,至两位。 对祖师初见时第一番问对。 只看他,远来理师,只求做佛,一句,能大师就活活泼泼的陷在我们面前,是何等的气象。 是何等的超突破,专严,悲凡。 真是人龙凤。 这是教我们学佛求道要向最上尘着眼,而草场踏对正是最下处着手,这是修无助心,修无情的真实样子。 因此,我们不可轻易念过这志菩萨的学处。 凡醒自己,也曾经拜师,求戒,参学,欲求和武。 是不是也求做佛? 若做佛,何以因形相为? 如果,不为作佛,而为名利无欲,此事修三恶道,而不是菩萨道。 此处一定要认识清楚,便明了,才不知,求觉反弥,求生反躲。 主言,如是领南人,又是个寥,若未堪作佛。 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各寥是与何是不同佛性? 有何别? 主说,你是领南人,又是个寥,如何能做佛,领南是中国的边疆,文化落后。 个寥,是未开化的满以少数民族通称,分析难者。 五祖,眼看平常其师,乃是对能大师的口试,也就是入学考试。 而能大师的答案,佛性无分南北,佛性也不分文明人与野蛮人。 佛经,云,凡有心者定当神阿,罗罗三秒提。 此事,主上之,等正觉,就是智成佛的意思。 大涅槃经,云,一切,众,生,稀有佛性。 冷言经,云,如来常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是解成阴晶,成体。 五空俱进,云,一切,众无过心,出世。 最为,为强壮有力的无过于心,心是愿家,长期误人,心取地狱,心取恶鬼,心取畜生,心取人。 明心,六道回,做行冒者,皆心随这世。 是讲,将随心转,能服心未道者,其力最多。 这两句语,金刚经,降伏其心,的意思相同,无与心斗其解,无数。 今乃的佛,独步三界,因所无。 这几句话说明,成佛也是心为,正是,情无情,同源种制。 大师清正如事业,于是,六祖口誓的答案得到满分。 祖问欲语,且见图众在左,乃立,随众作物。 语曰,会能启和尚,弟子自心长生智慧,不离,自信,即是福田。 为舌上叫作合物。 祖云,这各寥根性大力,如更物严,饶场群。 语,这一节经文我们又,又到五,充满了不寻常的喜悦至我。 我们想起,六,终,有朋自方来,不亦乐乎,真是,知心人诈见话知心。 但是又恐别人嫉妒,只好拆遣随众去做事物。 五,是为大众,为团服务。 五,这是为自己,修福,为团体造而令大众享福。 这是佛陀教育中真参时究,福会双修,三学等运的方便庙门,诸佛菩萨共的大道。 五祖也意外,六祖,如是学菩萨行,佛菩萨,阿道。 当六祖听到五祖拆遣他,随众作物时,他又说,会能起和尚,和尚是印度化,意思是清教师,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策。 弟子,心肠,智慧,不离自尽,就是浮体。 不知道,和尚要我去做什么。 这几句话,正是考试满分之后,还格外要求加分,稀有。 稀有,直教武教诀,欣然赞,也是。 指引,说,这个辽境太容易了,你,你不必多言,到草场去吧。 在,此番对话里,已经显示六祖大师业已公园裹满。 破诈队,正是,非是现身教,为后学做榜样。 这里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六祖这几句话。 弟子自心常生智慧,这是说六根皆处沉浸,依浸渐中,皆见无量智慧,无量智悦。 孔子在,论语,中说,学而实习之,不亦悦乎,有一曲同工之妙。 这是学行圆满,理事无碍,只是无境界。 必于法喜充满,使得要,一一生无量智,充满,进法界时,是为菩萨出入欢喜的的境界。 反观我被,于,依,依法中迷惑颠倒,身无边陈老,岂不愧佛祖。 这又是怎么回事,何如此模样。 参。六祖说,不自信。 即是嫌,这两句话更不容易体会。 自信常生智慧,是会圆满,无助心。 不离自信即是福田,是福圆满。 会圆满是理事无碍,福圆满是世事无碍, 已经具足菩萨学行。 如是,我们在佛祖,孔子,延回生活言行中,得到消息,得到证明。 方东美先生说,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也正是佛陀教的宗旨。 真正的离苦得乐。 现在的问题,要如何才能证得,不离自信即是福田。 我们也集禅宗的一句话说,参。 能退至后院,有一行者差能破柴塔队。 18月于,慧能大师与接受, 五祖的教诫退到院草场。 有一位行者在寺院带法修行叫做行者,分派会能一份破柴, 他对聪明的工作,就这样工作了八个多月。 向下经文是五祖传。 祖一日见能曰,无滋乳之鉴可用, 恐有恶人害乳,遂不予乳言,知之否。 能曰,弟子一知诗意,不敢行至堂前,令人不觉。 有一天五祖到后院,见到魂。 告诉他说,我想你的见地可用,唯恐有坏人对你不利, 所以不与你多说,知道吗? 六祖出生在圣堂,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 佛门中就存及闲门,障碍阻挠阵法的红阳。 不仅于此,佛世内有群比,比丘,提婆达多等位佛障缘, 外有恶王,外道实家阻挠,可见正法的弘扬, 成传必有其实结因缘,有其善巧方便。 若于一切利而无逆缘,不可能也。 虚知大觉至善,顺逆皆方便,原是不二法门。 孔门教学亦有类似禁缘。 我们应该恩性忍辱,恒顺,嘴喜,完成自己修学。 红传,既往开来人圣使命,才是真佛弟子。 佛世圣堂上有恶人,何况莫法经时。 逆境,仗难乃一之事。 那大师是一位大巨大悟者,岂不知。 他说,弟也知道,道师父的用意,不敢在法堂前行走,避免大众生疑。 六组大师出见五组仅三番问对,说话不多。 八个多月并未见面,至子相见,而出,不知见地可用,见地植入。 佛知见,可用,是说一真法界的真实受用。 与此可见他们之间神交默契,心相应,言语之间具足无尽法位。 异性此经不属文字,乃祖一佛心也。 祖一日换诸门人总来,无相辱说,世人生死世大,如等终日只求福田,不求出离生死苦海,自信若迷,福何可救。 五等各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知性,各作一计,来成无看。 若悟大义,妇如依法,为第六代祖。 或,急速于,不得持智,思量及不忠用,见性之人,言下虚见。 若如此者,轮刀上正义的见之。 有一天,五祖将他的学生徒众全召集来,说,为你们养,世人生死世大,这是大苦,耐绝物死。 此事者不多。 佛经说此事最为明了,凡夫上至四空天,下至阿比地狱,虽然苦乐享受不同,总不免生死回,有转六道。 人生犹未苦,古人说,出席难其入席,今朝不保来朝,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 富贵惊人,难免无常二字。 真人我, 到底成空? 夸能阿慧? 毕竟非是, 事又苦广, 造罪业,总落得世事愁长,冤冤相报无有近期。 事已真正觉悟此事者,不及求出离,是未生死世大。 你们终日只晓得修复。 连池大师说, 不要讲蓝, 眼前我曾经见到一个出家人,在北风山节毛棚清修。 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由于信徒日多且敬仰道德,为他另建道场,请他迁往那里去当住持,于是见染了。 习俗,以致, 制度落网,年十载清修功德到现在都失掉了。 现世尚且如此,何况来生? 老三问个人是谁,连池大师说,那人正是凶。 老三听了默然无语。 所以,出家人要知道为众生造福,广结法缘,为当来普度众生做资粮,万万不可以享福,总不免才觉又迷。 不求出离生死凯。 池大师说, 最深梦死,这句话是真实话。 世人大约分作贫贱,富贵两类,贫贱的天天忙于衣食,富贵的也天天忙着享受,二者受用虽不同,其忙则依。 忙到老死而后矣。 生虽然死了,心忙还有止住,于是带着永无休止忙碌的心再投胎,再忙到死。 死生生死,昏昏蒙蒙,如醉如梦,纵然经历百千大劫,也无了其。 来看,看诸佛菩萨,然独醒,大丈夫应如是。 五祖说,自信若迷,虽有大福报也不能救生死轮回无尽的大苦,这句话我们要切记。 五祖说,你们各自回去,看看自己的智慧,看取自家本心般若知性。 智,照有,明朗万象,慧,观,洞彻理体,般若,是满永恒真治大绝, 这里只清证诸法石乡的般若智慧。 五祖又说,每一个人各作一首祭,乘上来给我看看,如果能误得大意,我就将依法传给你,作为禅宗第六代祖师。 火急快去作祭,不得延迟逗留,一落灯别思量就错了,就不忠。 这里所说的依法,依,指驼的鸭沙,代代相传,表示师臣的凭证,法,为说一心,为传一法,就是不可说之法,也就是本来无一物的尽心。 一切众生的真心本体本来是说,不假修成,也没有见次,无无名,也无无名净。 如此宗门,皆虚在意。如此见得,就叫做。 传法是印证宗门的佛心,宗旨。 五祖说,见性之人,言下虚见,禅宗的特色是指指人心,见性成佛。 我,见性就是彻底见自心的觉性,身佛平等,万一如,我所不觉的真如本性。 见性必须是言下旧见,见性就是大彻大悟。 误了以后,无求无的,带用无方,阿凡超胜,以凡胜不二,的诗同一耳。 五祖又与比喻说,这样的人,就是正当挥刀上阵作战的紧急关头,也能言下立刻见得,这是比喻根性大力的人。 下一段是神秀,禅师书记,也就是神秀印试的经过。 六祖谈经讲记,第四集,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9年4月4日。 神秀的处分,退而地相约,我等人不须诚心用意做意将成合上,有何所以。 神秀上座县为教授师,必是他的,我被曼座祭送,网用心力。 诸人文语,总结习心,前言,我等以后依止秀师,何凡作记。 这一节经文记载当时大众对五祖预传一波的态度,意见神秀禅师已是众望所归。 大众听了五祖吩咐之后,退下来互相讨论着说,我们这些人不需要信心用意的作记承送给和尚看,有什么用处。 神秀上座现在是我们的教授师,不用说了,一定是他的的。 我们如果轻率冒昧的作记,可以说是枉费心力。 众人们这些话以后,都只惜了作记的眼头,说,我们以后就依止神秀禅师好了,又何必烦心去作记? 大众对于传法,传一波的事,都已记得名态度。 且看神秀禅师如何应试。 神秀思维,诸人不成记者,为我与他为教授师,我须作记将成和尚。 若不计。 和尚如何着我心,终见解深浅。 我成记义,求法即善,密祖即恶,却同凡心夺其甚未惜别。 若不成记,终不得法。 大难。 大。 神秀心里想着,大家放弃了作记的念头,而无人成记给和尚,这都是为了我是他们的教授师。 因此,我必须作记成送给和尚看。 我要是不成记和尚怎么知道我心中见解深浅。 我成记的用意,是求老师为我做印证,传法就好。 如果意思要是在争取第六代祖师的地位,那就错了。 岂不是和一般贪心凡夫夺五祖的祖师地位,又有什么差别。 假使不成记,请和尚印证,终究能得法。 这事情太难了。 这一节是续说秀师时遇。 本记求师印证的心情。 下面再讲秀师成记的经过。 五祖堂前有不狼三间,你请供奉如真话人家经便向及五祖血脉图流传供养。 神秀作记成以,数度欲成,行至堂前,心中恍惚,便体汗流,你成不得。 前后经四日,一时三度成记不得。 秀乃思维,不如向狼下输着,从何善见。 忽若道好,急出礼拜云时,只有坐。 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寿人礼拜,更修何道。 事业三根,不使人知,自知灯,疏于男郎,必肩,成心所见。 五祖法堂前有三间子郎,原来打算请供奉如真居士来画人家经便向及产东五代武师承传的血脉图, 这是属于话,由传经后启发人心,令人感悟,即对众生做法不失的意思。 神秀作好祭送,曾经极不想成送给五祖,但每次到堂前,总是觉到心中恍惚,全身汗流,想成又不敢冒昧。 这样前后经过四天,共有十三次进退,人没有握,不敢成送。 秀斯 唯,不如把祭写在堂前走廊壁,由和尚自己看见。 若和尚忽然赞叹说好,我就出来礼拜,说是我神秀所作, 如说不堪,怪自己,即往来此山数年受人恭敬礼拜,还说得什么道。 于日,在夜晚三更十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提着灯把祭送书写在南郎墙壁,以沉漏心中的戒。 祭曰,身世不提书,心如 明镜台,时时情浮世,勿使惹尘埃。四句祭送皆是比喻之词。 身是菩提树,菩提树就是印度人称的碧波树,往昔是加穆尼佛事件于此树下沉道,因此之为菩提树。 秀诗以此来比喻生,心如明镜台,这世将尽比喻作心。 莲池大师说,尽能照悟,而物未来时,尽不攀缘,物不对境,照悟寥寥分明,而无分别,物即去时,尽中不留痕迹。 圣人之心,常计常照,三计空计,照之前,照正中或者照之后俱空俱计,故欲如景。 比喻只是略四而已,毕竟尽自食之之物,而心是灵觉之妙觉明体。 这两句是比喻理体,下两句是比喻修行功夫。 实施情服饰,不使惹尘埃,这事比喻上若有尘土,必须实施情加复尽保持清洁,不使惹尘埃。 这个道理非常浅显一知。 我们的心境亦然,心境若染者五欲六成,便是奇挂至绝,照用。 浮世,便是断五欲,离六成,一丝不挂,沉静明现,则朗然大觉,摩索不照。 神秀此迹,虽然聚聚者相作时,心地未明,尘埃未尽,缘律未了,未悟大义,但对中下根气见修初学者来说,未尝不是很好的小原则。 秀既了,便却归房,人总不知。秀负思维,五祖明日见祭欢喜,即我与法有缘,若言不堪。 自是我迷,素页障重,不合得吧。正义难测。 方思想,坐卧不安直至无根。 我们可以看出,神秀大师写完祭送后的神情是如何的不安。 神又写好祭送后就为自己的房间,四里众都不安。 不知道的装饰。神秀反复思维,五祖明日看见祭送欢喜的话,即我与法有缘,若是说不堪,自然是自己迷惑不悟,过去是业障意气深重,所以不应的吧。 圣的意志难测。神秀在房中思前想后,心绪不宁,坐卧不安,直至五根天明。 下面一段经文,是说五祖看见走廊壁上祭子,给神秀做的评断。 祖之神,又入门为的,不见自信。 天明,祖画,万如奉来,下南郎必兼会画图乡,呼见其迹,报言,供奉却不用画,老而远来。 今与凡所有,有乡,既须忘。 但留此祭与人送池,依此祭,免断。 我二道,依此祭修,有大利益。 令门人住相礼敬,敬送此祭,即得见性。 门送祭,皆探善哉。 出两句,至讲五祖于平观察神秀,早已知道他没有入门,没有见性。 天明以后,五祖请卢供奉来,准备去南郎走上墙壁画壁。 壁画,即人家法会图及五代祖师承传的图像。 此时忽然看到神秀写在墙壁的寄送,于是五祖对吴供奉说,供奉。 壁画不用画了,劳累你远道而来。 金刚经,云,凡所有乡,皆是虚妄。 墙壁这首祭送,留下来给众人送念手持。 依照这首祭送修行,可以免除堕落三恶道,依照这首祭送修行,有很大的利益。 于是,五祖教门人焚香礼拜,都来送念慈祭,就可见性。 门人受教送念,都赞叹道,好极了。 其实,依秀师修,可以得是一心,能向人天福报,这是实话。 极得见性,这一句,是五祖全巧皆重的言词。 祖三更秀入。 唐问曰,既是如作否。 秀颜,时事秀作,不敢望求祖为,望和尚慈悲,看地子有少智慧否。 祖曰,如此祭,未见本性,指道外。 未入门内。 如此见密,无上菩提,乐不可得。 无上菩提,虚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也。 于一切时钟,念念见,万法无智,一真一切真,万尽自如如。 如如之心,即是真实。 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信也。 如且去一两日思维,更作一记,将来无看,如即若入门,不如一把。 神秀作礼而出。 又自数日,作祭不成,心中恍惚,神思不安,犹如梦中,行作不乐。 从这一段经文中,我们见到五祖对门的慈悲爱护, 肯切的爱事和阴界的期望,这些都是教学的示范,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 大义士讲,五祖于当天晚上三更十分,在法堂照见神秀,问道阿守。 既是不是你做的,神秀答,时是弟子神秀所做,不敢望求祖位,为愿和尚慈悲,看看弟子有没有智慧。 五祖说,你做的这首祭还是未见本性,指道门外,尚未入门。 这样的见解,密求无上提,终不可得。 传心法要,云,何处是菩提? 诗云,菩提摩世处。 佛亦不得菩提,众生亦不熟提。 菩提本性,不可以生的,不可以星球。 一界众生,即菩提相。 又问,如何发菩提心? 诗云,菩提无所得。 你经代发无所得心,决定不得意法,即无提心。 黄伯禅师这几句话,其实就是,金刚经,说的,无助身心,助解,无助身心就是无上菩提心现前。 五祖又说,无上菩提,必须在一言之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 传心法要,云,达摩祖师出来中国,只有慧可大师一人具足自信心,一言下救。 有意会的即心是佛。 彻了真旺心本来空异,是明大道。 大道本来平等,所以身性一切众生同一真性。 心性不异,即性即心。 精不异性,明智为祖。 所以云,认得心性直,可说不思议。 心和性,迷识说二,物识是一。 心,是讲八识与心所,性,是指真如本性。 学道之人,应如黄伯师所说。 百多之,不如无有罪为第一。 诸学道人,若欲得成佛,一切佛法总不用学,但学无求无者。 无求就是妄心不生,无者就生性不灭,不生不灭便是佛,就是道。 这话,何尝不是,无助身心,的助脚。 真心无形无相,体便虚空,用周杀戒,一切大成经典,为发明此事。 恩心不来不去,不染不尽,生时性也不来,死时性也不去,尽宗所谓,生则决定生,往生西方弥陀净土,去则时不去,真如本性真无去来,也是讲的此事。 湛然缘迹,心境易如。 五祖说,见性之人在一起,届时中都能念念自见自信。 能言经,云,见性是心飞眼,禅家说是,自信见。 正因为自信本来清明,湛然空气,急于空气体中能生此见,就像明镜洁净,静中无相而能现一切相。 修道之人心如明镜,我染者。 而,望心不生,我所心灭,自人静。 因心地清固,真知真见就自然现前。 然后才恍然大悟,一切时钟,念念自见,原来如此,如是如是。 瓦无至,一恩一切真,万自如如,此三句是掌悟后的境界。 六祖说,心魔所住,随处解脱。 若一切无心,即魔所住也。 万法无爱,念念信者,此于一切法皆离望。 故说一真一切真。 真心对境,不其念,不分别,离一切相,身佛平等,万法如如,这正是, 华言经,所说的真法界,离是无碍,事实无碍的法界。 这种如如的境,就是离觉烦恼,所知,我法二直,而显现的真实性。 要是这样见得,就是无上仪的自信。 五祖对神下师恳切的开始指点。 看他见信的道路。 然后告诉他,你再回去思维一,两天,再做一首寄给我看。 如果你的寄送能入的门,就把一,法臭给你。 为第六祖。 神秀听老师。 开示之后,作已退出。 这样经过几天,还是作记不成。 这些天当中,情绪不能安宁,作卧安。 在这一段中,我们能靠神秀。 后大师应师因缘前后之事。 下面一段是说会能作记因缘。 六祖谈经讲记,第五集, 一千九百十一北中。 网电台荡名,九年四月五日。 复两日,有一同子于对房过,唱颂奇迹。 能一文,便知此祭未见本性。 虽为蒙教授,早时大义。 虽问同子曰,宋者何记? 同子言,而这各聊,不知大言是人。 人生死世大,欲得传父依法,令门人作记来看,若物大义,即父依法位第六祖。 可秀上,坐于南郎必尚无相记,大师令人皆诵子祭,依此祭修,免多恶道。 能曰,我亦要诵此,节来生缘,同生佛地。 上人。 我此踏对八余月。 为此行道堂前。 望上人引志祭前礼拜。 同子引志祭前作礼。 能曰,能不识字,请上人未读。 时有将周别价姓张明日用,便争读。 能闻以,因字言有一记,我别价未书。 别价言,各聊,如意作记,其事稀有。 能起别价言,欲学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学。 下人有,上上智,上神有,明亦智。 若惊人,即无量无鞭嘴。 过了两天,一位童子从对房经过,口里唱诵者神秀的祭诵, 身世菩提树,心如明敬来,时时情福之物。 不时惹哀。 六祖说,我一听,就晓得这首记没有见得本性。 虽然我来黄梅八个多月,未曾蒙和尚指导教授,但却早已明白佛阿易。 于是就问童子,你送的是什么记,童子说,你这个。 恶遥不晓得,五祖说是人生死世大,要想传父依法,所以命途众,门人做记成大师看,如果大义。 旧传依法为六代祖师。 神秀上座在南郎墙壁上写了这首《无相记》,五祖教大众都送持慈祭,说依慈祭修,可免多恶道。 慧能说,我也要送持慈祭,节来申法园,同设地。 尚恩。 我来到此处,破柴踏队有八个多月,从来没有到过法堂,希望上人能引导我到堂前祭送处去礼拜。 童子就引导慧能到藤廊下。 慧能说,慧能不识字,请上为我读送一遍。 这时,有一位江州别价,姓张,明日用,他就高声朗诵。 慧能听了以后,就对张别价说,我也有记。 希望别价爱为书写张别价说,个了,你也做记。 这是一件稀有的事,会能对张别价说,要想修学无上菩提,不得轻视初学。 下下人也会有上智慧。 而上上人也会有没意志的时候,没意志的子事。 智慧埋没而不能现前。 如果随便侵视人,就会有无量无边的罪国。 法华经常不侵萨品。 云,过去是有威因如来。 在佛的向法时期,增上万比丘有大势力。 同一个时期,有一位菩萨比丘,他见到出家或者在家的男女四众,都一律拜赞和说,我不敢轻蔓你们,你们都应当做佛。 菩萨这座,甚至于被人笑骂侮辱,他也不在乎,我行我素。 于是人们都称他,长青菩萨。 由同孟子也称他,各聊,亦词各亦想。 到六祖在黄梅八个月被人轻视。 这正是孟子所谓,天将将大任于世人,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其身。 幸福乱其所为,所以动忍性,争以其所不能。 金刚经,云,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词词经,若为人轻见,是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以今是人轻见故,先是罪业即为灭,当的阿诺多罗秒三菩提,六祖于此期间乃是真参实学,他称呼童子为,上人,是常不清菩萨无异。 能受众人轻见而无改其品慈悲。 A清静心,正是实践手,受持,金刚般若,消业障,正菩提的身教示范。 由此可见佛祖真词,教化善巧,止于至善。 看经,须于此等文中体会,才却知三宝恩重。 别嫁言辱诞计,无谓辱书。 辱若得法,先虚度无,勿忘此言。 能曰 菩提本无数,无尽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的尘埃。 殊此记忆,图众总经,无不皆亚。 各相未言,其哉。 不得以冒取人,合得多识,使他肉恩菩萨。 祖见众人因怪,恐人等害,遂将写他了寄云,亦未见性。 众人遗袭。 张别价说,你只要把寄子念出来,我替你写上。 你如果得法,必须。 先度,别忘了我这几句话。 会能的寄宋是,菩提本无数,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张别价将记写好以后,五祖门下弟子们都觉得十分惊奇,无不赞叹。 惊讶的互相传说着,真奇怪,不能以相貌来看人。 怎么有多久,却使他成就肉身菩萨。 五祖看到大众这样大惊小怪,恐怕有人伤害慧能,于是用鞋子擦掉这手记,说,也没有见性,众人的一怪才平息。 我们谈谈六祖这手记送。 其实,六祖何常做记? 只不过是将神秀的记子改正过来而已,替神秀指出一条出路,为末后开示法门。 为是,一章的章本,也是六祖一声应激开导众生,摩说。 说无说的,指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章本。 金刚经,云,如来有所说法不? 如来摩所说,也正是此意。 如我要问,六祖此时究竟有没有见性,是前面我们已经谈过,替下一段还有经文明证,可知五祖所说,亦未见性,用意之所在。 六祖记中,本来无物,一句,也就成了而后开东山法门接上上根人的遁教宗旨,这一句的确是大成了一元遁教的总纲领。 佛法于,本来无一物,上,建立四地,菩提,班若,六诸法,是四地,菩提等诸法,本来无一物,也,于是诸法中只取便错了。 世间法又何尝是于本来无一物上,建立生死流转,六道轮回,一切因果,是生死六道等法,本来无一物,也。 物本来无一物,就叫做佛菩萨,你本来无一物,就叫做夫。 其实,佛菩萨和夫也是本来无一物。 本来无一物,哪里还有什么叫佛,叫菩萨,叫众生的? 本来无一物究竟是什么样子? 人生宇宙的体,像,作用的真实相,又是为诸法实相,本来无一物。 怎么正的? 佛教人不住沉静而生的清静心便是。 下面一段经文,说明五祖传法,六祖得法的经过情形。 四日,祖前置对方,见能腰是聪明。 宇曰,求大之人,未放屈,当是乎。 即问曰,米首也未。 能曰,米首久矣,由欠筛在。 祖以仗即对三下而去,能即会祖以。 三古入室,祖以夹杀之为,不令人见。 未说,金刚精,致应魔所住而生其心,能言下大悟一切万法不离自信。 第二天,五祖当别人。 见到,一个人前到对方来,看见会腰上绑着石头正在冲迷。 五祖说,求道的人,未法忘屈,应当是这样的,随即问道,米首了没有,会能达到,米早已首,只欠一筛,这一番问对原是一个谜,意在言外。 五祖是问他,见信了没有,觉悟了没有。 会能达,达说,早就见信,觉了,悟了,只欠和尚未做印证而已,于是,五祖以手杖在队上敲了三下就走了,会能当下就理会五祖的意思。 五祖,于,夜晚三更时进入五祖的方丈时,五祖用袈裟遮围的窗户,不让别人看见,为他讲,金刚经。 讲到,应魔所住,而生其心,时,会能于言下大悟一切法不离自信的真理。 六祖,金刚经住,众生的心本魔所住,因外境与根深相接触,于是随尽身心动念。 而不知根深处竟是本来空,物以为世间诸法是实境,便于境界让住心,几分别,深执着,牵肠挂肚,就是住心的香,就像,猿猴卓月,并眼见花,一样。 应当秒,以,万法皆从心身。 如果不明真性,心即魔所住。 魔所住心就是真智慧,决定不起烦恼。 譬如虚空,无有挂碍。 心有住,就是妄念六成禁忌,幸福云。 世的飘荡不定。 为魔精,云,玉的净土,但净其心,随其心静,即佛土静,离却有无一切诸法,此心如日月灵,光明自然不照而照,岂不是利的事。 道之时,眼不深,觉性现前,就是行诸佛行,如同诸佛,魔所不觉,便是,应魔所住而生其心。 为能大师识破,无始之迷惘,开真实之之见,大彻大悟,彻见一切万法不离自信,故能习心达本缘。 岁 其祖言,何其自信自清静,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何其自信能生万法。 鱼杀向 五祖说,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静,没有 没有想到自信本来之不生不灭,没有想到自信本来具足一切,没有想到自信本无动摇,没有想到自信能生万法。 这五祖,才是会能大师向五祖成诸物后的见解,可见前面请张耶加所写的,确实是改正神秀之作。 六祖此处所成,与世迦牟尼佛在冷言会上开示阿尊者。 十番显见,知经意,指具全同。 佛陀指示阿难,见性是见真心,就是自信。 此信本来不动,本来不灭,不失,无害,不杂,无碍,不分,超尽时,离望见。 又云 来藏中,信觉真空,信空真觉,清静本然,周遍法界。 随众身心,应所知量。 寻夜发现 又云,一界浮沉,诸幻香。 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望称香,其信真未妙觉明体,经上又讲,知见立之,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思及灭盘无漏真净。 云和世中荣物,这几句经文,皆可作六祖所说,本来无一物,即,何其,五具入佛之见的印证。 祖之悟本性,即明丈夫,天人师,佛。 悟祖听慧能所说,知道他已经悟见本性,即明丈夫,天人师,佛。 流通本经文在,祖之悟本性,下,有,未惠能曰,不识本心,学法无义,和识字本心,见字本性,这二十一个字曹西原本没有。 丈夫,就是佛陀时种通号之一的,调遇丈夫,佛能善调善遇一切众生。 六之中 诸天即人无不以佛为师,故称,天人师。 黄博禅师说,为直下顿了自心本来是佛,无义法可得,无义行可修,此事无上道,此事真如佛。 许道人怕疑,念有,即道格疑,念念无相,念念无畏,即是佛。 学道之人要想成佛,一切佛法总不可用心意识来学,唯学无求无者。 无求 疑心不生,无者疑心不灭,不生不灭即是佛。 所谓 八万四千法门,为的是对质八万四千烦恼,只是教化皆引的方便门禁。 其实,本一切法,离即是法,习即日法,放下即是法,知道离,道习。 知道放下,就是佛。 三根授法,仁静不知。 便传顿大心法及一波,云,如为六代祖,善自互念,广度友情,不将来。 来,无令断绝。 慧能大师三根皆授五祖法,四内大众皆不知。 五祖传授他顿教系法及一波二物,对能大师说,如为第六代祖,善自互念,广度友情,由不将来。 无令断绝。 五祖这四句话实在是宇宙心长,自度度他成败关键就在能不能善自互念。 何谓顿教。 修心觉,云,顿悟者。 凡夫迷失,四大卫生,妄想卫星,不知自信是真法身,不知自己灵知是真佛。 更像心外密佛,劳苦参学,万里寻师。 忽被善知识,指点入路,一念光,念自本性。 而此下,云无烦恼。 无漏智慧,本来具足,与十方三世诸佛分毫不差。 故云顿悟也。 到底要如何互念,留步。 五祖又未能大师说。 听吴季曰,有情来种,因地果还生,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第一句,一切有情众生来此种下成佛的种子。 第二句,因地菩提种子,佛还从子而生。 后据是离香,与,金刚经,所说的,吉菲,是名,同属一类的格式。 吉香离香,离吉同时,双照遮。 遮照布尔,冷眼金与,原无提,归无所得,也就是六祖说的,本来无遗物。 无遗物中,不爱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也。 一切前两句,两句是有味,两句是无味,强句是慈悲普度,两句是清一平等。 正如佛在班若会上教须菩提,云和为人演说。 不取相,如不动。 懂?这正是无助生的样子,是我们应当继续修学的。 六祖谈经讲记,第六集,1981台北中广台档营,9年4月6日。 祖父约,西达摩大师出来此图,人为知性,故传此一以为性体,代代相成。 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 五祖说。 过去出祖达摩大师读到中国传教,而中国人祖以来, 就特别注重师臣,如果没有信物,谁能相信。 传此一波表性,代代相传,去佛会命。 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 什么智法? 写脉论,云,三界兴起,同归以心。 仁言经,云,一切众生轮回世间,由二颠倒别见。 忘,当处发生当夜轮转。 华言经,云,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 写脉论,云,前佛后佛,以心传心不立为自。 自,黄博禅师说,不得义法,因为传心。 如果,果真的彻底了物真心,就是无心无法。 既然是说无心无法,怎么能传? 怎么叫做传? 禅师说,你听说以心传心这句话,就以文有可得,可以得到吗? 祖师说,认得心信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所得,得时不说之。 古德说,有法无是谓无法,无法无主是谓无精。 如我解佛无神通,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而。 是以物虚自悟,解要自解。 要知道,既问知学原来是人家的真,不是。 是自家误解。 自古佛佛为传本体,诗诗密附本心。 本体,是指宇宙人生万有的本体,理体,佛法称为自信,本性。 从上祖师代代承传,为传一心,别无二法。 一心就是本体,真心。 指心是佛,顿超等妙二觉之表。 决定不留至第二念,才是禅门的宗旨。 一位真端,指辱物传。 若传此一,命如悬丝。 辱须夙去,恐人害辱。 能曰,向圣处去。 祖云,逢怀则止,欲慧则藏。 五祖说,一波乃是争夺的祸端,传到你手中为止,不可再传。 倘若再传一波,必定会有此引起杀身之祸。 你必须赶快离开这里,恐怕有人要伤害你。 慧能问,我要向什么地方去,五祖说,逢怀则止,欲慧则藏。 怀,是指广西怀极县,慧,是指广东四慧县。 这两句话,是指点慧能大师前修养道,隐藏的处所。 下面一段是蒋六祖一教南隐前修之事。 慧能三根领得一波,云,能本是南中人,久不知此山路,如何出的江口。 五祖言,辱不须忧,无字送辱。 祖相送直至九江。 一边有一只船子,祖令慧能上船。 五祖把卤字摇。 慧能言,请和上座,弟子和摇卤。 五祖云,何事无度如。 能云,迷失失度,悟了自度。 度名虽依,用处不同。 慧能身在边方,语音不正,蒙师父法,经已得悟,指和自信自度。 祖云,如是如是。 以后佛法,有辱大行。 辱去三年,无方逝世。 辱经好去,努力向南。 不移速说,佛法难起。 慧能在三根接受一波后,说,能本是领南中人,来此虽久,却不知此的山路,如何能走得出去而到达江口。 五祖说,你不必忧虑,我亲自送你去。 五祖一直送慧能到九江一边,已经预备好的船只。 五祖叫慧能上船,五祖自己把卤来摇。 慧能说,请和上坐下,弟子应该摇卤。 五祖说,应该是我度你。 慧能道,迷失要靠师父度,悟了以后就要自度。 度的名词虽然一样,但是它的用处是不一样的。 慧能生长在边方,说话的语音不正确,陈蒙师父传授心法,经已得误入,应该自信自度。 五祖说,如是。 如是。 以后的佛法,由于你的弘扬,将来大行于是。 你去后三年,我方逝世。 你现在好好的去吧。 努力向南方去,也不宜早出来说法,因为弘扬佛法的机缘是很难兴起的。 自信自度,这句话很重要。 我们学佛为物,依善师,只能得生人天善果,如果想了生死,超越三界六道,正的无上菩提,必须自信自度。 古德说,如果佛能度众生,过去诸佛数目超过恒河沙,一切众生早该度尽,为何我们到现今还流转生死,还未成佛? 是故当之,诸佛菩萨只能诱导我们见性自度的方法,正如指点我们方向途径,方向还是要自己明辨,路还是要自己走。 所以说,众生自度,佛不能度。 六祖悟后,知道度生自度的道理,五祖这才赞叹他说,如是如是。 其次是五祖的入灭,自知实至。 他说,如去三年,无方逝世,五祖传法复一之后,又过了四年,上元二年他老人家去世,逝寿七十四岁。 古今修道之人,灵中自知实至不胜枚举,此乃常事,并无奇特。 其实,前面五祖指点慧能,逢怀则止,欲慧则藏,已经显示他欲知未来之事。 能辞为祖义,发足难行,两月中间,至大于岭。 五祖归,数日不上堂。 众疑,亦问曰,和尚少病少恼否? 曰,病即无,依法亦难以。 问谁人传授? 曰,能者得知? 众乃之焉? 诸后数百人来,欲夺一波。 亦森俗姓陈明慧明,先是四品将军,性情粗糙,急易参巡,为众人先,趁急于能。 能执下一波于时尚,云,此一表姓,可立真耶。 能隐于草莽中,会明智,提多不动。 乃幻云,行者行者,我为法来,不为依来。 能遂出座磐石上,会明坐里,云,望行者为我说法。 能云,乳即为法而来,可屏袭诸缘,勿生一念,无谓如说。 两久未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摩石,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 会明言下大悟。 会能辞别五祖,放开脚步往南行,走了两个多月,到了大鱼岭。 在说五祖回到东禅寺之后,好多天都没有上堂说法。 大众心中都疑惑,问五祖说,和尚少病少脑吗?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五祖说,病倒是没有,依法却已经到南方去。 大众问,是什么人传授去的? 五祖说,能者得知,大众这才知道会能得依法已经走了。 于是众中有数百人分道追逐,企图夺回一波。 其中有一位出家人,俗姓陈,名字叫慧明, 在家的时候曾经当过四品将军,性情粗鲁,积极地参加追寻,走在别人的前面。 慧能大师被他追上,于是慧能将一波扔在石头上,说, 这一波只是表性之物,组组沉船,岂可用暴力争得, 慧能于是躲藏在茅草丛中。 慧明赶到之后,看见一波在石头上,就上来提取, 但是他却拿不动,于是他就叫着说,行者。 行者。 我是为求法而来,不是为争夺一波而来的,请你出来吧。 于是慧能从茅草中走出来,盘坐在石头上。 慧明先行礼,然后说,希望行者为我说法, 慧能说,你既然是为求法而来,可以屏袭诸援,放下一切, 勿深一念,我为你说,这样静默许久。 六祖告诉慧明,不思善,不思恶,正在此时, 哪个是慧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言下大悟。 慧明本来是为夺回一波而来, 他虽然在黄梅多日,并未悟明心地, 这才兴奋地参加大众追逐慧能夺回一波的任务。 果然被他追到,却提不动一波,反激发其过去的善根, 真诚下学求法,终于在言下大悟。 这是他的善缘成熟,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试问,他是怎么误入的? 原来是在他真正放下万元, 止息念律,两九十, 被六祖一句话点醒了魔使迷梦,大彻大悟。 其实,六祖所用之法并无奇特, 五祖又何尝不是这样天天提醒大众。 就是我们学佛,也常听到老和尚,善友们, 挂在口头上的,放下万元,提起正念。 问题是在我们自己把他当作口头禅, 从来没有认真体会过,何况奉行。 我们曾几何时放下过静缘,放下过妄念。 这就是不能误入,不能言下大悟的原因。 会名为我们做示范,做榜样。 他在黄梅十日,由于未能放下,所以不悟。 今日与此处发真实心, 依六祖教,果然清见自家不思善,不思恶, 离开一切善恶境缘后的空济灵芝之心, 原来就是自己本来面目。 本来面目就是真正,真实的自我, 是永恒存在,不生不灭的真我。 此处六祖对惠明的指寿,只是在叫他直接证取无助六成员影的真心, 这就是见自本性,顿教顿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往昔达摩祖师初居少林四九年, 维尔祖说,外习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 可以入道,会海禅师说, 万元拒绝者,即一切法性空事也。 法性空者,即一切处无心事。 于人无真,于事无求, 六根对禁永无妄想启动, 九世无念。 黄博禅师说, 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 即身便是菩提华果, 即心便是灵智。 修心觉,云,诸法如梦, 亦如幻化。 故妄念本济, 沉浸本空。 诸法皆空之处, 灵智不美。 即此空济灵智之心, 是汝本来面目。 亦是三世诸佛, 历代祖师, 天下善之事, 秘密相传的法应。 若勿此心, 真所谓不见阶梯, 竟登佛地。 虽登佛的, 绝无佛的想。 上来诸师种种开示, 都是指引我们误入心性的秘诀。 只要善于用心, 不怕不能误入。 傅问云, 上来密与密意外, 还更有密意否。 能云, 语如说者, 即非密也。 汝若返照, 密在汝边。 明曰, 惠明虽在黄眉, 时未审自己面目。 精蒙指示,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精行者即惠明师也。 能曰, 辱若如是, 无语辱同师黄眉, 善自护持。 明又问, 惠明今后向盛处去。 能曰, 逢元则止, 欲蒙则居。 明里词。 惠明悟了以后, 再问道, 从上代祖师以来, 所传授密与密意外, 还更有其他密意吗? 六祖说, 对你说, 就不是密意。 你若依无助清净心返照, 密意就在你面前。 惠明说, 惠明虽然是在黄眉五祖会中, 时未曾醒悟到自己本来面目。 今日沉蒙指示, 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现在行者就是我惠明的师父。 六祖说, 你如果这样, 我和你同师黄眉五祖, 好好的自己互持吧。 惠明又问, 惠明今后要向什么地方去, 六祖指示他说, 逢元则止, 欲蒙则居, 惠明于是李慈六祖。 在这一段谈话中, 惠明问, 祖祖相传, 还有密意否? 六祖指指, 反照自信, 密在如边。 此密非是秘密, 而是深密, 违反观者才能亲自见得, 否则说亦不懂, 因为此事非思义所及也。 清正的后, 必须擅自护持, 像六祖一样, 等待机缘成熟, 利乐人天, 普度众生。 明回至岭下, 未趁重曰, 向至摧违, 竟无踪迹, 当别道寻知。 趁重贤以为然。 惠明回到山林之下, 遇到追逐六祖的那些同伴, 他告诉大众说, 这一条路我已经走过, 没有见到惠能的踪迹, 我们还是向别的方向赶快去追吧。 大众听了以后, 都以为然。 惠明于是独自前往庐山部水台, 经三年, 终于在圆州蒙山定居, 洪化一方。 能后至曹西, 又被恶人寻逐, 乃于四惠县避难猎人对中, 凡经一十五载, 时与猎人随移说法。 猎人常令守网, 每见生命尽放之。 每制饭时, 以菜寄煮肉锅。 或问, 则对曰, 但吃肉鞭菜。 六祖后来到了曲江曹西, 又被恶人追寻到了。 于是, 就在四惠县处, 避难于猎人对里隐藏, 这样经过十五年。 在此期间, 他也常为猎人们随机说法。 猎人常叫六祖看守围捕禽兽的网, 而六祖每当看到禽兽落入网中, 就将它们统统放生。 每当吃饭时, 六祖总是将蔬菜寄煮在猎人肉锅之中。 有人就问他何必如此, 六祖说, 但吃肉边采。 六祖在得法之后, 遭遇难以想象的困境, 经历十五年长时间隐藏流浪, 擅自护念, 防人加害, 等待时节机缘成熟, 弘法立身, 大正中风, 影响千余年, 不负佛祖的期望, 真正是为后世佛弟子们最好的榜样。 此时余年的确是六祖真餐秘印的时代, 正如同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将斑若波罗蜜圆融应用于日用平常事理, 的确是正的信箱易如, 平等不耳。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效法的。 佛家修行, 乃至修正行为。 修正的标准也应修学程度而有不同, 其最初入门标准就是戒律。 戒律乃行持的规范, 也是基本的标准。 戒律中延持不杀身, 许食三净肉。 唯有中国佛教提倡不食众生肉, 目的是培养大慈悲心, 是真正懂得卫生、卫性, 保卫善良的性情、卫心、慈悲心, 的养生之道。 六祖因环境不许可, 吃肉鞭菜实在是不得已之事。 下面一段是讲六祖大师的洪护因缘。 六祖谈经讲记, 第七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 9年4月7日。 一日思维, 时当红法, 不可中顿。 岁出至广州法信寺, 直应宗法师讲, 涅槃经。 时有风吹翻动。 一森云, 风动, 一森云, 翻动。 议论不已。 能静曰,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忍者心动。 一众亥然。 应宗言至上习, 真结傲义。 见能言简礼当, 不由文字, 踪云, 行者定非常人。 久闻黄梅依法难来, 莫是行者否。 能曰, 不敢。 踪于是职弟子里, 告请传来依波出世大众。 应父问曰, 黄梅父主, 如何止授。 能曰, 止授极无, 违论见性, 不论禅定解脱。 宗曰, 和不论禅定解脱。 卫曰, 为是二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之法。 有一天, 六祖暗自私为, 时机成熟, 应当红法了, 不可以老是隐机前居。 于是就离开四会的猎人队, 到达广州的法姓寺, 正好遇到印宗法师在讲, 涅槃经。 当时有风吹动旋翻, 有一位出家人说, 这是风动, 另一个出家人说, 这是翻动, 两个人争论不休。 会能走上前面, 向他们说, 不是风动, 也不是翻动, 是忍者的心在动, 大众听了此话, 都非常精益。 印宗法师将会能引寝到坐中上席, 向会能求教佛法深奥的义礼。 见会能言此简单, 义礼却当, 并不像是从文字中来。 印宗说, 行者一定不是平常人。 九文黄美五祖的依法难来, 莫非就是行者吗? 会能说, 不敢, 印宗法师于是执弟子里, 宣布这桩事情, 请会能将祖祖相传的一波拿出来给大众看。 印宗法师又问道, 黄美五祖父主依法时, 是如何指示传授, 会能说, 只授是没有的, 只论见性, 不论禅定解脱, 印宗说, 为何不论禅定解脱, 会能说, 因为禅定解脱是二法, 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之法。 在这一节中, 印宗法师之余六祖就向报书牙之余管仲, 因缘际会, 成就一番非常事业。 初见面的问对中, 就将佛法宗旨托出, 唯论见性。 禅宗写卖论, 云, 若欲见佛, 须是见性, 性即是佛, 若不见性, 纵然是念佛诵经, 持斋持戒, 只不过是修事间有漏福报而已, 于成佛作祖无益处。 黄博禅师说, 即心是佛。 上至诸佛, 下至蠢动寒灵, 一切有情众生, 皆有佛性, 痛一心体。 所以达摩从西天来, 为传一心法, 直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不假修行。 但如今时取自心, 见自本性, 更莫别求。 本觉真性, 就是佛性, 务实称作般若智慧, 修持称为冷言大定。 宗密大师说, 若顿悟自心, 六根知性就是自心, 本来清静, 缘无烦恼。 缘满智慧, 本来自己具足。 此心即佛, 毕竟无异。 依此理体于日用平常中修正心行者, 是最上尘禅, 一名如来清静禅, 一名一行三昧, 亦名真如三昧。 此是一切三昧根本。 如果能念念修学, 立世恋心, 自然渐渐就正的百千三昧, 就是, 金刚经, 所说的, 无助身心, 不助一切圆境所显的清静心就是。 达摩这一派所传的, 就是这样的禅。 由此可知, 顿悟自心, 就是渐性, 就是六祖所传的禅定, 并不是渐性之外, 别有能修所得的禅定。 解脱, 是解除迷惑造业的细腹, 脱离三界六道的苦果。 慧海禅师, 顿悟入道要门论, 云, 曰, 云河的做佛去。 诗曰, 不用舍众身心, 但莫污染自信。 经云, 心佛及众身, 是三无差别。 曰, 若如是解者, 的解脱佛。 诗曰, 本字无负, 不用求解。 这与六祖所说,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是同样意思。 由此可知, 自信是佛, 自信就是自信。 自信本来清净, 自信本无染者, 自信本来解脱, 并不是渐性之外, 别有一个能修, 能正的解脱。 六祖说, 佛法是不二之法, 只论渐性, 不论禅定解脱, 就是不二法门。 渐性就是禅定, 解脱, 禅定, 解脱就是渐性, 这是三而一, 一而三, 即三即一, 即一即三, 是未知不二之法。 慧海禅师, 顿悟入道要门论, 云, 欲修合法, 即的解脱。 唯有顿悟一门, 即的解脱。 云何未顿悟? 顿者, 顿除妄念, 放得下, 悟者, 悟无所得, 看得破。 问, 从何而修? 答, 从根本修。 云何从根本修? 答, 心未根本。 云何之心未根本? 答, 人家经, 云, 心生即种种法身, 心灭即种种法灭。 唯魔经, 云, 欲的净土, 当尽其心, 随其心境, 即佛土境。 一教经, 云, 但置心一处, 控置心在一处, 无事不办。 经云, 圣人求心不求佛, 于人求佛不求心, 至人掉心不调身, 于人掉身不调心。 佛明经, 云, 罪从心生, 还从心灭。 由事之故, 知道善恶一切皆是由于自己的心, 所以心是根本。 如果想求解脱, 首先必须认清根本。 要是不能通达这个道理, 必定是徒劳无功, 者相外求, 无有是处。 禅门经云, 于内觉观, 如依念寝, 即正菩提, 而根本的修法, 就是修习禅定。 何谓, 禅? 妄念不生未禅。 何谓, 定? 做见本性未定。 本性者, 就是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 定者, 对静无心, 八风不能动, 八风是指, 利益, 衰好, 毁谤, 荣誉, 称赞, 积赐, 受苦, 受乐, 这八种境界。 若能于此八种境界中如如不动, 得此定者, 虽是凡夫, 即入佛位。 菩萨戒经, 云, 众生受佛戒, 即入诸佛位, 正得如此境界, 就是解脱, 就是不二法门。 宗佑问, 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 能曰, 法师讲, 涅槃经, 经明见佛性, 是佛法不二之法。 如, 涅槃经, 高贵德王菩萨白佛言, 泛四崇敬, 作五逆罪, 即一产体等, 当断善根佛性否。 佛言, 善根有二, 一者常, 二者无常, 佛性非常非无常, 事故不断, 名为不二。 一者善, 二者不善, 佛性非善非不善, 是名不二。 运之语界, 凡夫见二, 智者乐达其性无二。 无二之性, 即是佛性。 应宗法师又问, 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 六祖说, 法师讲, 涅槃经, 经明见佛性, 是佛法不二之法。 如, 涅槃经, 高贵德王菩萨对佛说, 泛四崇敬, 作五逆罪, 即一产体等, 应当断善根佛性吗? 佛说, 善根有二种, 一者常, 二者无常, 佛性不是常, 亦不是无常, 事故说未不断, 这就是不二之法。 一者善, 二者不善, 佛性非善非不善, 因此名为不二之法。 五蕴与十八戒, 凡夫见之以为二, 有智慧的人通达事理, 知道其性本来不二, 无二无别之性就是佛性。 在这一番问答里, 六祖举例, 涅槃经, 的经文, 向印宗法师解释什么是佛法不二之法。 泛四崇敬, 是指根本界, 四种重罪就是杀身, 偷盗, 淫欲, 打妄语。 作五逆罪, 是指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恶意出佛生血, 破合合森。 一产题, 是印度化, 意思是不信佛法, 不信因果, 不信夜报, 没有惭愧心, 这样的人, 诸佛菩萨都无法帮助他。 涅槃经, 礼, 光明辩照高贵德王菩萨对佛说, 如果犯四种根本大戒, 毁谤大臣经论, 造五种大逆不道的罪恶, 又不信佛法的人, 如是等人要是还有佛性的话, 为何还要堕地狱? 这些人要是还有佛性的话, 佛为何又说无常乐我尽? 没有善根的人叫, 一产题, 没有善根的人, 他的佛性何以不断? 佛性要是断了, 为何又说有常乐我尽? 如其不断, 为何又称他为一产题? 佛陀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 就以, 佛性非内非外, 佛性非有漏非无漏, 佛性非常非无常, 事故不断的道理, 来解答高贵德王菩萨的疑问。 五蕴, 也叫做五蕴, 是指, 色, 受, 想, 行, 识, 五类。 色, 是指一切物质的总代名词, 就是百法中的五根, 六成, 十一法。 受, 想, 是心所有法中的二法。 行, 除受想之外, 包括心所有法中其余四十九法, 即不相应行法的二十四法。 十, 是通止八十。 所以, 五蕴已全部包含一切有畏生灭法。 十八戒, 是六根, 六成, 六十。 凡夫妄见, 于痴迷惑, 不明真相, 故说为耳。 智者明了是理, 通达真相, 于一切法不起有无分别妄念, 无心无念, 则五蕴十八戒皆空。 所以, 运之与戒, 无耳无别。 印宗文说, 欢喜何掌言, 某甲讲经, 犹如瓦利, 仁者论义, 犹如真经。 印宗法师听了六祖所说, 心里非常欢喜, 恭敬和掌说, 某甲讲经, 犹如瓦利, 仁者论书经中的义理, 犹如真经, 我们从印宗法师的言辞, 态度上来看, 印宗法师的确是非常人也。 连池大师说得好, 六祖既然接受黄梅五祖的新印, 避难隐藏在图护猎人拥建一十六年。 以后他遇到印宗法师的讲习, 出风翻语, 为印宗法师听道而言辱, 为他替染, 礼请深做说法。 仁之六祖之为龙天推出矣, 为之印宗之不可及也。 其字言, 某甲讲经, 犹如瓦利, 仁者论义, 犹如真经, 要晓得, 印宗法师已经久居讲习, 已是前辈的大法师, 若是法师仍我不忘, 供高我慢, 好胜之心尚在, 怎么能如是尊贤重道, 舍己从人, 以至于如此。 六祖固然是成愿再来之人, 而印宗法师亦是六祖同一类人物。 圣贤聚会, 岂偶然而已栽。 于是未能替法, 愿是为师。 能遂于菩提树下开东山法门。 能于东山得法, 辛苦受尽, 命似玄思。 今日的与使君官辽森尼道俗同此一会, 莫非累劫之音。 亦是过去身中供养诸佛, 同种善根, 方时的文如上顿教得法之音。 教士先生所传, 不是慧能自治。 愿闻先生教者, 各领尽心, 闻了各自除疑, 如先是圣人无别。 应宗于是为慧能替法, 愿意是师六祖大师。 慧能在智药三藏守直的菩提树下 开眼东山禅宗顿教法门。 慧能于东山得法以后, 受尽辛苦, 生命就像玄思般的危险。 今天能与使君, 官辽及森尼道俗共同聚集在此一会, 莫非是多生多结所结的法源。 亦是过去身中供养诸佛, 同种善根, 方才有原文的如上顿教得法的因缘。 教法是先圣所传, 并不是慧能自治。 愿欲听闻古圣先贤教法之人, 自己先要静自心, 用清静心听法。 听了以后, 各自除疑生性, 就如先是圣人一样而没有差别了。 在这一段中, 最重要的开示就是得法端在静心除疑。 金刚经, 云, 信心清静, 则生十相, 不但参禅需要静心, 言教, 念佛意必须清静心才能大开圆解, 一心不乱。 师父告众约, 善之事。 菩提般若知智, 是人本自有知, 只愿心迷, 不能自悟。 虚假大善知事是导见性。 当知于人知人, 佛性本无差别, 只愿迷雾不同, 所以有余有知。 六祖告诉大众, 善知事。 菩提般若的智慧, 世间众生本来自己就有, 只因一念妄愿, 不觉心迷而不能自悟, 必须借助大善知事来指导见性。 应当知道, 于人知人佛性本无差别, 只因迷雾不同, 所以才有于人知人不同。 六祖说, 佛性本无差别, 的确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故一切法平等。 又说, 人人俱足, 各个元臣, 本来是佛, 与佛无异, 弥则佛是众生, 悟则众生是佛。 弥人向文字中求, 悟人向心地而觉。 弥人修因呆果, 悟人了心无相。 悟使本性不增, 弥使本性不减, 是真正平等, 一切佛经无非令人误入此事而已。 弥者执着身心为我, 悟者制造应用自在。 于人分别者向自身障碍, 致人见性事事无碍。 菩萨处悟懂得用观照的功夫, 磨锁不照, 身闻怕静媚心。 悟者日用无身, 迷者现前不绝。 从这些话中我们体会到, 佛与众生其实只不过是迷雾不同而已。 六祖谈经讲记, 第八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 9年4月8日。 无经未说摩喝般若波罗密法, 使如等各得智慧。 智心地听, 无畏如说。 善知事。 世人终于口念般若, 不识自信般若, 犹如说时不保。 口诞说空, 万劫不得见性, 终无有益。 六祖说, 无经未说摩喝般若波罗密法, 使你们大众各得误入自信智慧。 智心地听, 我为你们说。 善知事。 世间人终于口头上念着般若, 却不识自信般若, 犹如说时钟不能保。 口诞说空, 心不能行, 如是, 虽今万劫亦不会明心见性, 终究是无有益处。 六祖此话说得极是。 世间作恶者多, 心善者少, 能讲得多, 肯行得少。 要不是久直善根, 于佛教法如何变身性解, 心行不退。 六祖曾说, 口虽诵经, 光明不深, 必须外诵内行, 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 定会等持, 方的见性。 冷言经, 云, 虽有多文, 若不修行, 语不文等, 毕竟不能正的自信般若。 善知事。 磨喝般若波罗密事范语, 此言大智慧到彼岸。 此虚心行, 不再口念。 口念心不行, 如幻如画如漏如电。 口念心行, 则心口相应。 本性是佛, 离性无别佛。 六祖解释, 磨喝般若波罗密多, 名词的意义, 磨喝, 意作, 大, 般若, 意作, 智慧, 波罗密, 意作, 道彼岸,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道家, 有究竟圆满的意思。 这一句饭语义成中文是, 究竟圆满的大智慧。 这究竟圆满的大智慧, 需要心行观照才能证的, 而不是只在口头上念念就可证的。 口念心行, 则心口相应。 本性是佛, 离性无别佛。 能加精, 云, 心外见法为外道。 如果悟的自心本性, 就是菩提涅槃, 离一切生死故。 何名摩赫? 摩赫世大。 心量广大, 犹如虚空, 无有编判, 亦无方圆大小, 亦非青黄赤白, 亦无上下长短, 亦无甜无喜, 摩世无非, 无善无恶, 无有头尾。 诸佛差土, 尽同虚空。 世人妙性本空, 无有一法可得。 自性真空, 亦负如是。 六祖在此处教导我们心形的方法, 譬如说, 摩赫世大, 的意思, 就是要体会到, 心量广大, 犹如虚空。 平等心中, 亲近心中, 正如古人所说, 寥寥见, 无一物, 亦无人, 亦无物。 大千杀戒海中浮欧, 一切贤盛如垫如漏, 一切不如心性真实。 世人妙性本空, 无有义法可得。 自性真空, 亦负如是。 若于此处会的, 岂非当下正的, 心包太虚, 量周杀戒, 一切诸法无实无虚, 这是真见, 这是清正诸法实相。 黄博禅师说, 此心即是佛, 更无别佛, 亦无别心。 此心明镜, 犹如虚空, 无一点相貌。 这是讲真心体用。 举心动念, 这是指望心弥动, 不守自信, 就与自信相悖, 这就叫做这相。 不是真心者相, 而是在真心上附带着的 妄心虚妄执着。 无始以来, 从来就没有这相的佛。 菩萨修六度万行, 欲求成佛, 即是次第, 但是自无始以来, 也没有一个次第佛。 因此, 只要悟明一心, 本来无一物, 无有少法可得, 这就是真佛。 佛与众生, 同一真心, 无二无别。 此心犹如虚空, 从无杂染, 也无坏失。 又如日光变照时, 虚空未曾明, 日落不照时, 虚空未曾暗。 明暗的境界自相灵夺, 虚空之性却从来不改变。 佛及众生, 真心亦如此。 当你见佛时, 你就以为佛是清净, 光明, 解脱的好香, 而你见众生时, 你就以为众生是染着, 愚昧, 生死的恶香, 若做如此见解, 就是经过像横河沙鼠的无量节修行, 也不能正的菩提。 是何缘故? 因为这相。 所以说, 为此一心, 更无为成许法可得, 此心就是佛。 可惜如今学道之人, 不悟一针, 定要在心上身心, 知见力知, 向外求佛, 这相修行, 皆是不如法, 不相应, 皆是弥师菩提道。 经云, 供养十方诸佛。 不如供养一个无心道人。 为什么? 因为无心是指无一切妄心, 纯一真心用事的真佛。 由此可知, 大乘佛法教学的只去所在。 善知识。 莫闻无说空便急着空。 第一莫着空, 若空心静坐, 急着无济空。 善知识。 莫闻无说空, 你就去执着空。 修行人第一要紧的事, 就是不可以执着空。 若空心静坐, 一切都不思念以为究竟, 就是执着空相, 执着断灭法, 就是执着善恶都不原的无济空。 勇家大师说, 这个境界是, 昏住, 不是真心。 善知识。 世界虚空, 能含万物色相。 日月星宿, 山河大地, 全员西建, 草木丛林, 恶人善人, 恶法善法, 天堂地狱, 一切大海, 虚迷诸山, 踪在空, 虚空, 中。 世人信空, 亦父如是。 大智度论, 云, 信空者, 诸法信长空, 驾来相续故, 四若不空, 其实是空。 小成人于十二入中, 六根未能入, 六成未所入, 无我, 无我所, 说明信空。 大臣说, 十二入我我所无故空, 十二入体性本无, 所以说信空。 再说, 如果却知无我, 更无我所有, 自然就正得法信空。 因为凡夫迷着我相, 即忘止我所有, 所以不见法信空。 佛见到诸法真实相, 告诉我们, 无我, 无我所。 聪明灵力汉, 听了言下应当彻悟一切法空。 我, 像, 我所有法上且不执着, 何况其余一切诸法。 众生空, 法空终归一意, 世民信空, 又云, 信空者, 一切诸法信, 本末常自空, 何况现在。 因缘常空, 何况果报。 又云, 空者信自空, 不从因缘生。 若从因缘生, 则不明信空。 又云, 什么是信空? 不论是有为法的体性或是无为法的体性, 总是信空。 非生非灭, 非常非断, 无有作者, 法而如是, 是明信空。 前面一段讲的是破除一切执着, 以显明信空立体。 下一段说的是信空的代用周辩, 亦如虚空之辩含万物一样。 善之事。 自信能含万法, 是大。 万法在诸人性中。 若见一切人恶之与善, 尽皆不取不舍, 亦不染者, 心如虚空, 明知为大。 故曰摩喝。 善之事。 迷人口说, 智者心形。 又有迷人, 空心静坐, 摆摩所思, 自称为大, 此一被人, 不可与语, 为邪见顾。 善之事。 心量广大, 辩周法界。 用极寥寥分明, 应用辩知一切。 一切即一, 亦即一切, 去来自由, 心体无智, 即是般若。 善之事。 自信能包含万法就是大, 万法就在诸人自信中。 如果见一切人的善或恶, 全都不取不舍, 亦不染者, 心静寥寥如同虚空, 就称之为大, 印度梵语叫做, 摩喝。 善之事。 迷而不悟之人, 只有口头上说说而已。 觉悟之智者, 则在观照心形, 真正的用功夫。 又有一辈迷人, 空心静坐, 摆魔所思, 什么也不思念, 这于无济空, 自以为这就是大。 像这样一类的人, 不足以与他谈论摩喝般若法门, 因为他们已经堕落在邪见的缘故。 善之事。 心量广大, 周辩法界。 用时, 即寥寥分明, 无有障碍。 用后, 便感知一切圆融相及。 一法即是一切法, 一切法即是一法, 去来自由, 心魔所至, 这就是般若。 六祖在这一番开示中植出, 心空位大, 而待用是周辩法界的。 这里所讲的心量, 是指如来时正的心量。 离一切之所愿即能愿, 于一切静缘不起心, 不动念, 无有一法可得, 无有一念可生, 说明为心量。 这就是般若理体, 广大无边, 包含万法, 了然分明。 三祖, 信心明, 云, 亦即一切, 一切即一, 但能如是, 何律不必。 传心法要, 云, 若能了知心外无境, 境外无心, 心境无二, 一切即一心, 一心即一切, 更无挂碍。 又云, 亦即一切, 一切即一。 诸佛缘通, 更无增减。 流入六道, 处处皆缘。 万类之中, 各个是佛。 譬如一团水银, 分散诸处, 苛苛皆缘, 若不分时, 只是一块。 此一即一切, 一切即一。 永迦大师云, 疑性缘通一切性, 亦法便含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舍。 诸佛法深入我性, 我性同共如来合。 亦与一切融, 是说明其体性是无碍的。 华言经初发心菩萨功德品, 云, 一切中之一, 亦中之一切, 是为佛教最究极之说。 因为一切万法在一真法界中, 虽现种种差别相, 而其本体中则无丝毫差别。 种种万法, 都是绝对的, 而与一切法消融时, 知其一, 就知一切。 如常海水一滴, 就能知道一切大海水的咸味。 这个道理在华言, 天台两家发挥最多, 我们应当细心体会, 更应当修学契入, 轻正的一真法界, 才是学佛的究竟。 善之一切般若智, 皆从自信而生, 不从外入, 莫错用意, 名为真性自用。 一真一切真, 心量大事, 不行小道。 口莫终日说空, 心中不修此行。 恰似凡人自称国王, 终不可得。 非无弟子。 这一节经文是六祖开示我们, 真性自用。 真智慧是自己自信本来具足的, 教我们不要向外求, 不要错用了心意识。 虚知般若智慧是清净自在, 是真实无妄, 是无知而魔所不知, 体用皆便虚空法界而无爱, 而心意识是染污有爱, 是虚妄不识, 是有知而有所不知。 所以, 六祖告诉我们, 修行要从日常生活中求真性自用, 才能契入一真法界, 清见一切法不二, 不二之法, 就是一切真实, 就是佛法。 如此修学法, 与焦光大师, 冷言正脉, 说的, 舍时用根, 一样。 焦光大师教我们要舍心意识,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时, 不用心意识。 换言之, 离分别, 不用六时, 离执着, 不用莫纳时, 无有沉境落泻影子。 不用阿赖耶时。 舍离心意识, 便是般若制造, 便是真性自用, 自见一真, 一切真实境界。 六祖要我们明了心量大事, 步行小道。 心量, 是指离一切忘心, 即受想行时, 所显得真如心量, 这是大事, 也就是破弥开悟, 入佛之见。 这句话的意思是, 学佛修行要知道拓开自信平等, 清静一如, 广大无边的心量, 才能成就明心见性, 入佛之见, 一心不乱, 一真法界的大事。 又劝我们不要行小道。 一切不以见性, 一心不乱, 入佛之见为目的之修学, 都属于小道, 特别是指空心静坐, 者无忌空者, 不要口里中日说空, 而心中不修真空般若智慧之行。 这样之人, 非我学生, 善之事, 和明般若。 般若者, 唐言智慧也。 一切处所, 一切时钟, 念念不渝, 常行智慧, 即是般若行。 一念于, 即般若觉, 一念智, 即般若深。 世人于谜, 不见般若。 口说般若, 心中常于。 当自言我修般若, 念念说空, 不识真空。 般若无形相, 智慧心即是。 若坐如是解, 即明般若智。 何明波罗密。 此西国语, 唐言道彼岸, 解意离生灭。 这净生灭起, 如水有波浪, 即明为此岸。 离境无生灭, 如水常通流, 即明为彼岸, 故号波罗密。 善之事。 何谓, 般若。 梵语般若, 中国语义作, 智慧。 于一切处所, 一切时钟, 心心念念了达一切诸法时相, 不起分别执着, 不生妄念, 如如不动, 不迷不渝, 常行智慧绝照, 如, 心经, 说的, 行身般若, 照见五蕴皆空, 一样, 这就是般若行。 倘若一念愚昧, 就是般若智慧断绝, 一念觉而不迷, 就是智慧升起。 世间人鱼迷不悟, 不知道运用方便般若提起自信观照般若, 以至于不能轻见时相般若。 口里虽说般若, 其实心中恒常愚昧执着。 虽常自言我修般若, 念念口里说空, 却不识真空之理。 般若实相是没有形相可得的, 智慧心就是无形相, 脱根脱成, 灵光毒药的般若实相。 若做如是解, 即明般若智。 何谓, 波罗蜜? 这是印度化, 中国语义做, 彼岸道。 彼岸道是印度的文法, 顺中国的意思应该义做, 道彼岸, 意思是, 了解义理, 远离生灭。 譬如说, 这净生灭起, 如水有波浪, 是名此案。 离境无生灭, 如水流通, 是名彼岸, 所以称作波罗蜜。 波罗蜜, 一般解释是以生死称为此案, 而以不生不灭称为彼岸。 此案就是指娑婆, 彼岸是指佛帝。 超凡入圣, 也就是由此案而度知彼岸。 度脱的方法, 佛经里面说有八万四千法门, 法门虽多, 原理, 刚领只有一个, 就是, 磨喝斑若波罗蜜。 因为唯有磨喝斑若波罗蜜, 才能破除根本的迷惑, 急迫, 根本无名。 我们从修学纲领来讲, 就是借学, 定学, 会学, 三学是以斑若为根本, 而以定学为枢纽, 以借学为帮助。 六祖谈经讲记, 第九集, 一千九百八十一台北中广电台荡名, 九年四月九日。 善之事, 迷人口念, 当念之时, 有望有飞。 念念若行, 是名真性。 物赐法者, 是般若法。 修此行者, 是般若行。 不修即凡, 一念修行, 自身等佛。 善之事, 凡夫即佛, 烦恼即菩提。 前念谜, 即凡夫, 后念悟, 即佛。 前念者静, 即烦恼, 后念离静, 即菩提。 善之事, 摩喝般若波罗蜜, 最尊最上罪第一, 无助无往亦无来, 三世诸佛皆从中出。 当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烦恼成牢。 如此修行, 定成佛道, 便三独畏界定慧。 善之事, 迷失本性而不觉悟之人, 只知道口念, 念时就已不真, 已经错了。 如果能念念心形绝照, 才是真实不忘的真如自性。 悟得此自性, 就是斑若法。 随顺自性修行, 就是斑若行。 不如是修行就是凡夫, 若能一念如法修行, 自身当下就与诸佛平等无异。 善之事, 凡夫原本就是佛, 烦恼本来就是菩提。 前念迷失自性, 即是凡夫, 后念悟得自性, 即是佛。 前念执着沉静, 即是烦恼起, 后念离境一切不执着, 即是菩提现前。 善之事, 磨喝般若波罗蜜, 究竟圆满, 离生灭到彼岸的大智慧, 是最尊贵, 最高尚, 最第一的佛法。 无助无往亦无来, 三世诸佛皆从此般若法中出现。 应当运用这大智慧打破五运烦恼成劳, 如此修行, 定成佛道, 转变贪甜吃三毒烦恼未界定会三无漏学。 六祖大师在这番开示中, 指点我们修般若行的方法。 首先教我们必须认识般若法的重要性, 肯定般若在佛法中的地位是最尊, 最上, 最为第一。 佛著是说法四十九年, 说般若法占去二十二年, 可见此法重要, 无怪乎六祖特别强调。 怎么悟, 怎么修。 古人说, 如果体会的是未运动灵觉之性, 就是诸佛之心。 前佛后佛, 只言传心, 更无别法。 若真实的自性, 则对一切万法全体消融, 一念化为无上智觉, 当下了悟一切万法不离自性, 甚凡一体, 烦恼菩提原本不耳。 这是说悟此法者。 修此法门, 就是运用观照般若观照五蕴皆空, 转烦恼为菩提。 阿含经, 云, 色如巨墨, 色即是空, 瘦如浮泡, 想如野马, 行如芭蕉, 食如幻法, 瘦想行食, 亦复皆空。 众生的病根, 佛说是贪甜吃三毒根本烦恼。 一, 贪迁, 毒害, 以弥心对于一切顺心之境求取无厌。 二, 填慧, 毒害, 以弥心对于一切不顺心的静缘起愤怒填慧。 三, 于吃, 毒害, 是止于迷的痴心, 亦称作无名, 迷于一切静缘而不能觉悟其理事真实相。 此三毒烦恼是一切烦恼, 不善法之根源。 佛教教学, 就是针对此三毒, 从根本下手对质。 所以, 如来立教, 也只有三法, 一是, 戒学, 二是, 定学, 三是, 会学。 防非止恶, 除生口之过, 是戒学宗旨, 习律禁缘, 使心意不散乱, 是定学宗旨, 破迷开悟, 断或正真, 是会学宗旨。 戒学是手段, 是方便, 无戒学则不能申定, 无定则不能申会。 因此, 戒定会三学相资相成, 如顶之三足不可缺一。 佛法无他, 只是转贪欲为境界, 转田会为禅定, 转于吃味般若智慧而已。 佛教大义,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义, 是诸佛教, 前二句世界学, 自尽其义是定会, 这是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基本方针。 修学的最初方便, 最初下手入门处, 无过于背诵经典。 经典, 包括儒家的, 四书, 五经, 是佛祖圣者们清正的石相般若。 石相般若只能悟, 不可求解, 因为石相是圆容无碍的, 所以经典中字字句句也都包含无量意理, 开悟之后一切明了, 才能振得其代用无方无量妙意。 因此, 古德教同盟, 佛门教沙弥, 都是自背诵经典入门。 背诵经典时, 自然不起妄想, 就是诸恶莫作。 经典是圣贤自信时相般若, 是善中之善, 背诵就是众善奉行, 这是修根本戒学, 背诵时, 必须收拾放心, 专心一致, 这是修根本定学, 背诵时, 字字句句了了分明, 这是修根本会学。 直至背过千变万变, 三学成就, 三会顿开, 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 转时成智, 顿超三圣, 成佛作祖, 如是书胜功得利益成果, 即使十方诸佛也是说之不尽。 背诵经典乃是三学三会一次完成的最究竟, 大圆满的修法, 好老师无不劝导学生背书, 就是这个道理。 背书的目的, 不是在熟记书中文词一礼, 而是在修界定会, 是在求大彻大悟。 背诵是完成三学三会的方便法门, 这一点是必须明白的。 明末偶艺大师说, 三具境界的作用, 就是克制三读心, 成就无量善法具。 三具境界, 第一, 是断一切恶, 第二, 是修一切善, 第三, 是度一切众生。 菩萨在过去因地中修行时, 为了对治三读而发三试愿, 是持一切境界, 对治贪毒, 是断一切恶, 常修一切善, 对治甜毒, 是度一切众生, 故常修会, 对治吃毒。 由于能持儒是戒定会三种境界法, 所以能超越三读, 成就佛道。 这些都是说明修行的纲领。 照见五蕴皆空, 成就理事无碍, 便三读未戒定会, 成就事事无碍, 这是真正的修班若行。 我们要是明了这个道理, 可见菩萨行原来就在日用平常, 念念将贪心, 甜心, 痴心变化为三学三会而已。 善知识 我此法门, 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 何以故? 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 若无尘劳, 智慧常限, 不离自信。 勿此法者, 即是无念无义无者, 不起狂妄, 用自真如性, 以智慧观照, 于一切法不取不舍, 即是见性成佛道。 善知识 我此法门, 从一时相般若观照, 能生八万四千智慧。 为什么? 因为世人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缘故。 如果世间人没有尘劳烦恼, 般若智慧就会常实现前, 念念与自信相应, 念念不离自信。 勿此法门之人, 即是没有妄念, 亦无思量执着, 不起狂妄, 随缘运用自真如性, 用智慧观照一切法, 于一切法, 不论是有畏无畏, 世间法或出世间法, 都能不取不舍, 如此便是见自真性成佛道。 六祖大师这段开示, 是教导我们明心见性成佛道的修学法。 亦真实相, 亦成佛法, 是以无念为宗。 何谓, 无念? 所谓无念, 是指无妄念, 亦是正念的别名。 古德说, 无念者, 心体灵知, 战绩不动, 如镜照雾, 如灯显像。 像的好丑, 雾的大小, 镜子和灯都不知道, 虽然不知道, 但是灯和镜子都照得清清楚楚。 真心理体, 战绩而灵明觉知, 启用旧事见闻觉知, 其中若密一毫妄念香, 却实施了不可得, 故称无念。 无念不是什么都不念, 是无一切分别, 极度等妄念。 无念之念, 身无身香, 住无住香, 亦无异香, 灭无灭香, 于一切法中清见其不依不依, 当下便契入自信, 见到自家的本来面目。 六祖说的, 从一般若, 便是指此, 亦称作根本质。 此处说的, 一, 是, 亦即是多, 多即是一的一, 是, 亦多不二的一, 而非是数目的, 亦。 唯一是真, 唯一是如。 华言, 的, 亦真, 净土的, 亦心, 就是此处的, 亦般若。 唯一, 是根本质, 其对境能生无量智慧, 何止八万四千。 正的亦心时, 在看经论, 字字句句本来具足无量妙意, 无量的慧意从来无有隐藏, 原本就存在我们的现前。 入此境界, 自然于一切法不娶不舍, 无意无者, 不起狂妄, 这就是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 这就是见性成佛的道路。 善知识, 若欲入圣身法界即般若三昧者, 虚修般若行, 持诵, 金刚般若经, 即的见性。 当知此功德无量无边, 经中分明赞叹, 莫能俱说。 此法门是最上尘, 为大智人说, 为上根人说。 小根小智人闻, 心生不幸。 何以故? 譬如, 天龙下雨于颜浮提, 成一句若西皆飘流, 如飘枣叶。 若雨大海, 不增不减。 若大成人, 若最上成人, 文说, 金刚经, 心开悟解, 故知本性自有般若知智, 自用智慧常观照顾, 不假文字。 譬如雨水, 不从天有, 原是龙能心智。 另一切众生一切草木有情无情, 西皆蒙润, 百川众流却入大海河为一体。 众生本性般若知智, 亦附如是。 善知事。 如果要想振入圣身一真法界即般若镇定之人, 必须要修般若行, 持诵, 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即能得见自信。 应当知道, 这部, 金刚经, 的功德是无量无边, 经中已经分明较量赞叹, 不能禁数。 这个法门是最上乘的教学法, 专为有大智慧人说, 专为有上等根性人说。 若是小根性, 小智慧之人, 听了如此法门, 心里必定疑惑不幸。 为什么? 譬如, 天龙降雨于岩伏提大地, 城市, 村落都漂流于大水中, 如同漂流草叶一样。 如果雨水落在大海中, 大海的水却不见增减。 大成根性之人, 最上成根性之人, 听闻别人说, 金刚经, 由于经典启示, 就能心开误解, 因而知道本性自有般若智慧, 这是自己运用智慧时常观照的缘故, 不是甲集文字的灌输, 既问而后知道的。 譬如雨水的下降, 不是从天而有, 原是龙能心智。 令一切众生, 一切草木, 有情无情, 都能平等地蒙受雨水润泽。 一切河川流入大海, 河水与海水合成一体。 众生的本性般若智慧, 也是如此。 在这番开示中, 六祖为我们介绍, 金刚经, 教我们应当持诵。 五祖也时常叫人, 但持, 金刚经, 即自见性, 直了成佛。 金刚经, 一卷五千言, 乃是诸佛时相般若照见诸法如意的最上第一开示。 如果是大成根性, 义成根性人, 的确很容易误入。 善知识 小根之人, 文词顿教, 犹如草木, 根性小者, 若被大语, 西皆自道, 不能增长。 小根之人, 义父如是。 原有般若知智, 与大智人更无差别, 因和文法不自开悟。 原邪见障重, 烦恼根深, 犹如大云覆盖于日, 不得讽吹, 日光不现。 般若知智亦无大小, 为一切众生自心迷雾不同。 迷心外见, 修行密佛, 为物自信, 即是小根。 若文物顿教, 不值外修, 但于自心常起正见, 烦恼成劳常不能染, 即是贱性。 善知识。 小根性人听闻顿教法门, 犹如草木根性小的, 小树, 小草, 根小, 若被大雨一冲, 就全都自己倒下去了, 不能再继续生长。 小根性人不堪承受大法, 也与这种情形一样。 其实所谓小根性人, 原本就具有般若智慧, 与大根性, 大智慧人并没有什么差别。 何以闻此顿教大法, 还是不能自己开悟。 追究其根源, 因为他们执着邪剑的所知障太重, 烦恼习气根深蒂固, 如厚厚的云层遮蔽了太阳, 若得不到一阵强风把云层吹散, 太阳的光明则不能透出来。 自信般若智慧本来人人巨足, 亦无大小差别, 只因一切众生自心有迷雾不同。 迷失自心之人, 因而外生邪剑, 舍自心而心外求佛为之修行, 总是不悟自信, 此为小根性之人。 倘若文法开悟如此顿教法门, 不执着心外修行, 只在自己心中常存正见, 一切烦恼成劳常能不染于心, 这就是见性。 六祖大师在这一节开示中, 说明众生因根性的不同, 所以文法、 开悟的机缘各有差别。 凡事看不破, 放不下, 被境界所转者, 就是小根性。 小根性又如何能信受一真无望的大法? 能言经, 云,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换句话说, 果真能放下身心世界, 看破一切尽相原本皆是虚妄, 即时烦恼障, 所知障, 仁我执, 法我执无不应念化成无上正等正觉, 这就是见性成佛。 六祖大师在此, 将一成佛法, 最上成佛法的修学理论, 方法, 刚领和盘托出, 这不经典, 不愧是大成佛法中最好的指导刚领。 我们得到这个刚领之后, 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 都能用得上。 譬如, 多数修净土法门的同修们, 若能明了六祖所说的刚领, 依照此刚领来念佛, 我们必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念到一心不乱, 而且是礼一心不乱, 这种功德太殊胜了。 六祖谈经讲记, 第十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名, 九年四月十日, 善之事, 内外不住, 去来自由, 去除执行, 通达无碍, 能修此行, 与般若经本无差别。 善之事, 于内外境界毫不住着, 生死往来皆的自由自在, 能于一切静缘不起一念分别执着, 于一切事理通达明了如幻如化, 知烦恼和菩提缘无二性, 生死和涅槃本来一如, 真能入的不二法门, 自然的正事是无碍。 能以此标准修正我们身心思想行为, 就与般若经所讲的无有差别。 这一段是六祖告诉我们与般若相应的修法。 善之事, 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 大小二圣, 十二不经, 皆因人治。 因智慧性, 方能见力。 若无是人, 一切万法本字不有。 故知万法本字人心, 一切经书, 因人说有。 善之事, 一切佛经文字, 大成或小成, 共有十二种体材所写成的经典, 佛经称之为十二不经。 佛经教法都是因人建立, 其宗只是在教人顿悟自信。 这一切经论文字, 是佛随众生跟性不同而施舍。 因为众生的智慧性, 佛法的教学才能建立。 若无是间人, 一切万法就本字不有。 这句话看起来似乎很显浅, 实际上里面包含无量的毅力。 由此可知, 大成经论说, 万法为心, 万法为实, 心与实就是世间人, 故说一切法本字人心, 都是从人而兴起。 一切经书, 因人说有, 换句话说, 经书是因缘生法, 这一点我们要认识清楚。 缘其人中有余有智, 余为小人, 智为大人。 人有余有智, 余为小人, 智为大人。 人何以会有余智不同?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一切众生心性智慧无不平等。 既然平等, 为何还有差别? 这里的差别, 就是众生对于平等的事理, 迷得浅身不同, 迷得深险的愚痴, 迷得浅, 显得有智慧。 智者, 是破迷开悟之人。 愚者问愚智人, 智者语愚人说法, 愚人忽然误解心开, 即与智人无别。 智者为愚人说法, 愚人忽然误解心开, 闻法之后彻底觉悟, 与智人无别。 这几句话意思是说, 迷了则是凡夫, 悟了就是佛, 凡夫闻佛说法, 悟了以后与佛无耳。 善知识, 不悟, 即佛是众生。 一念悟时, 众生是佛。 故知万法尽在自心, 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这几句说得非常重要, 同时可以建立我们的信心。 身佛原来不二, 众生就是不悟的佛, 佛就是觉悟的众生。 所以, 只要一念觉悟, 众生原本是佛。 由此可知, 一切万法尽在自心。 所以, 大师教我们要从自心中去顿见真如本性。 真, 就是真实, 显示它决定不是虚妄的, 如, 是永远没有改变, 这是如。 真如, 是一切法常如其性, 所谓性如其相, 相如其性, 性相不二, 是名义如, 义名真如。 大臣只观, 云, 此心及自性清静心, 又称作真如, 佛性, 法身, 冷言经, 称如来藏, 华言经, 称一真法界, 又称为法性。 总而言之, 这是一桩世而有种种不同的名词。 佛说出这么多名词, 无非教我们不执着而已, 只要我们不执着, 才能证得真如本性。 菩萨借经, 云, 我本源自性清静。 若识自心见性, 皆成佛道。 这句经文含的意思非常丰富。 佛法讲, 我, 有, 真我, 假我。 即使我们达到真假不二, 才是见性的境界。 自性清静就是自性清静心, 这是我们本有的真心。 自性清静是指离一切虚妄染着, 这个心才是我们的本源自性清静真心。 假如你认得自心, 见性了, 这就是成佛, 禅宗所谓, 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我们必须晓得, 真心没有相, 不来不去。 生的时候, 性亦不来, 死的时候, 性亦不去。 所谓占然缘迹, 心静亦如。 但能如是直下顿了, 不为三世所居系, 这就是出世之人。 这几句话可能不太容易懂, 我用比喻来给诸位解释。 何以说这个性不来不去。 在现今科学昌明的时代, 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比过去方便得多。 譬如, 我们看电影或者看电视, 电影, 电视的画面, 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有来有去, 有生有灭。 那个来去生灭诸位很容易觉察得到, 那是妄想, 而荧幕决定不随妄想来去生灭。 我们的真如本性就像荧幕一样, 一切妄想就如荧幕里的现象一样。 诸位要特别记住, 妄想不离开荧幕, 荧幕也不离开妄想, 相虽然动, 荧幕不动, 相有往来, 荧幕是不来亦不去。 诸位从这个比喻细心的去体会, 你就能悟出这个道理。 见性, 就是成佛。 由此可知, 若不知自心是真佛, 不知自心是真法, 而心外去求佛, 求法, 认为心外有佛, 心外有法, 你果然如是执着, 你想求佛道, 纵经成结义不能成就。 即使你把大藏经念得很熟, 再修种种苦行, 如真杀做饭, 只是自己徒劳而无功。 所以, 佛一再教诫我们, 只要我们认识自心, 横杀法门, 无量妙意, 不求而得。 佛说, 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乡, 又说, 一切众生, 种种幻化, 皆生如来圆觉妙心, 这话是千真万确。 可是, 由于我们无始节以来迷失了事实的真相, 现在说真的, 我们反而不懂, 说假的, 好像我们立刻就懂了, 这就是我们的习气太深。 所以, 我们应当要明了, 离了真心以外, 无佛可成。 过去诸佛, 现在诸佛乃至于未来修行人, 总而言之, 一定要记住一个原则, 修道的人切不可以向心外去求。 心性到无染无这时, 本来自信圆满成就。 所以佛经常说, 但离妄愿, 即如如佛, 这是见性成佛的意思。 静明经, 云, 即时豁然, 还得本心。 静明经, 即, 为摩洁经。 豁然, 就是豁然大物, 本心, 就是真如本性。 这是说明顿悟, 顿见本性的意思。 以下是大师说明自己得到传法的因缘。 善知识, 我于任何上处, 一文言下变悟, 顿见真如本性。 事已将此教法流行, 令学道者顿悟菩提, 各自观心, 自见本性。 这几句话, 我们能看到六祖大师是一文变悟。 我们文经多年, 何以不悟? 原因就在, 一文, 而我们是多文, 多文就不悟, 一文就开悟。 可见, 一, 自是关键所在。 一文, 就是一心文也, 一心就是无分别心, 也就是以文性文法, 则一文才能开悟。 所以古德常说, 实得一, 万事必。 此处特别提醒同修们, 我们拿佛法四大纲领来说, 即, 性解形正。 在性的方面, 我们要, 性一心。 自性清净心, 这是一心。 一才清净, 二就不清净, 何况更多? 性一心就是性自己本来是佛。 在解的方面, 我们要, 解义理。 义理, 就是十相般若知理。 一切大臣经皆以十相谓体, 读诵大臣, 若非一心, 则不见十相, 是未入门也, 读经见得十相, 才是入大臣法门。 在行的方面, 我们要, 行一门。 我们就竞选哪个法门好。 我们从一切大臣经典中去观察, 佛一再提示我们, 行门中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能包括所有的法门,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无边的法门, 这一个念佛全都包进了, 如果不相信, 诸位可以细细地去研读, 华言经。 在正的方面, 我们要, 正义果,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我们从性解形正上来说, 都要着重, 一, 自己才能成就, 才能言下变悟, 顿见真如本性。 我们要将这个教法流行, 令学者也能顿悟菩提, 各自关心, 自见本性, 这就是讲新道场。 新道场, 也要专一, 换句话说, 道场要移定, 譬如六祖大师, 他老人家一生就是在曹西南华寺, 并没有离开南华一步。 法门也要移定, 不能实时变更, 若能坚守原则, 永无变更, 假以时日, 无不成者。 现今在台湾, 台中联社里老师讲经说法, 教化一方, 三十年如一日, 老人家就是我们的典型导师, 他教导我们, 不取余香, 如如不懂。 我们若懂得这个道理, 坚守这个原则, 在一个道场, 修一个法门, 能有十年, 二十年, 没有不成就的。 这种成就才能影响佛教, 才能心教, 才能真正谈上利益一切众生。 若自不悟, 虚密大善知识解罪上惩罚者直视正路。 是善知识有大因缘, 所谓化祷令的见性, 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其故。 三世诸佛, 十二不经, 在人性中本字具有, 不能自悟, 需求善知识指示方简。 若自悟者, 不假外求。 若不悟, 需请教大善知识, 求教于解罪上惩罚者, 请他来指示我们正路。 但要知道, 善知识与自己一定要有缘分, 没有缘分, 纵然遇到也得不到利益。 有缘分才能接受他的话道, 才能依教奉行, 能明心见性。 六祖说, 一切善法因善知识能发其故, 三世诸佛, 十二不经, 在人性中本字具有。 华言经出现品, 云, 无疑众生, 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得香。 若不能自悟, 需求善知识指导, 才能见性。 若自悟, 决定不可以向心外去求。 六祖谈经讲记, 第十一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 9年4月11日。 若一向职位需要他善知识望得解脱者, 无有是处。 何以故? 自心内有知识自悟。 若起邪迷妄念颠倒外善知识, 虽有教授, 就不可得。 若起正真般若观照, 亦沙纳间妄念俱灭, 若实自信, 一物极致佛地。 如果我们还要一向执着, 以为需要善知识帮助我们, 教我们得到解脱,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决定没有这个道理。 为什么? 我们自心内有知识自悟。 若是起了邪迷, 妄念颠倒, 心外的善知识, 如诸佛菩萨, 祖师大德们, 虽有种种善巧方便教导我们, 还是不能够挽救我们邪迷颠倒。 若能起真正般若观照, 在一刹那之间, 妄念即可统统灭掉。 若认识自信, 极见性, 一物就道佛的, 就是如来的。 从这几句话来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真心是变一切, 真心的般若智慧是无物不照, 无理不通, 这是真正般若智慧观照。 所以, 除非你不会用观照般若, 假如你会用观照般若, 经上讲的这些话是真实不虚, 确实能在一刹那间妄念俱灭。 若认识自信, 就入佛地。 首先我们要问, 何谓, 佛? 禅家讲, 见性是佛? 性在哪里? 这个问题, 一切大臣经无不讨论, 不但讨论而且是中心的议题, 所谓, 六根门头放光动地者是。 普照禅师, 修心诀, 云, 在胎约身, 处世约人, 在眼约见, 在耳约闻, 在鼻变香, 在蛇谈论, 在手执桌, 在足运奔。 变现俱该横杀世界, 收射在一围尘。 识者知是佛性, 不识者换作精魂。 认识的, 明白的, 晓得这是佛性, 这是自己, 不认识的, 不明了的, 称它作精魂, 俗话称为灵魂。 可见, 觉悟的人, 灵魂是佛性, 迷了的时候, 佛性称为灵魂。 由此可知, 见性就是见到自己真正的本人, 所谓, 父母为生前本来面目。 而本来面目确实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六根门头放光动地。 悟了极致佛的, 这话一点都没说错。 善知识, 智慧观照, 内外明册, 十字本心, 弱实本心, 即本解脱。 这是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就是在日用之处, 要时时提得起智慧观照, 这句是关键之所在。 只要能提得起观照功夫, 内明册, 外也明册。 何谓, 明册。 内不见烦恼, 外不见沉香, 内外一如, 这是, 十字本心。 认识本心, 就晓得自己本来是解脱, 并没有人束缚。 这话说得很容易, 要如何才能十字本心, 十心达本。 慧海禅师说, 若自了了之心不住一切处, 即明了了见本心, 亦明了了见性。 只各不住一切处心者, 即是佛心, 亦明解脱心, 菩提心, 无身心, 这是佛经讲的正无身法人。 用功, 就得在一切处无心。 无心是无假不真。 何谓, 假? 与一切境界上身心动念, 这是假。 譬如说, 在境界中生起欢喜心, 生起甜慧心, 这是妄心。 我们跟与陈接触, 怎么会生妄心? 离了妄, 即是真。 真心, 是什么? 内外境界一切明了, 但是在境缘上自己不深爱憎, 所谓, 但无憎爱心, 即是二性空。 二性可以解释未相对的, 相对, 空, 换句话说, 就是超越相对, 超越相对才是真正正的绝对, 自然就解脱了。 若得解脱, 即是班若三昧。 班若三昧, 即是五年。 和明无年。 若见一切法, 心不染者, 是未无年。 用即便一切处, 亦不着一切处。 但境本心, 十六十出六门, 于六成中无染无杂, 来去自由, 通用无智, 即是班若三昧, 自在解脱, 明无念行。 若得解脱, 即是班若三昧。 班若三昧, 即是五年。 何谓, 五年。 六祖说得很清楚, 若见一切法, 心不染者。 意思是说, 心里面清静, 顺静没有贪爱的念头, 逆静亦无填慧的念头, 境界清清楚楚, 心地清清静静静, 这是五年。 他的作用可以变一切处, 一切处的范围非常广大, 尽虚空变法界, 虽然变一切处, 绝不执着一切处。 祖师说, 但境本心, 本心是真心, 真心是主宰, 使六十出六门, 于六成中无染无杂, 使, 就是你用它, 清静心是主人, 六十、六根、六成都是作用。 所以, 兵主要分清楚, 要能辨别, 不可以颠倒, 这就是佛菩萨。 古人常用明镜来比喻真心, 镜中虽然没有形象, 但是他能照现一切形象。 学道之人, 心要像一面镜子一样。 这是告诉我们, 镜子照外面的境界相, 他是清静的, 是无染的, 学道之人, 心也应该无染, 妄念不生, 人我心灭, 毕竟清静。 因为心清静, 才能生无量智慧, 才能真正做到来去自由, 通用没有障碍, 这就是般若三昧, 自在解脱。 顿悟入道药门论, 云, 顿悟法门, 无念未踪, 妄心不起未止。 清静未体, 智慧未用。 所谓无念, 是讲无邪念, 不是魔正念。 何谓, 邪念? 邪念是谜, 邪念是不觉。 正念是悟, 正念是正觉。 古德告诉我们, 念有, 念魔都是邪念, 有魔都不念, 这是正念。 念善, 念恶, 这是邪念, 善恶统统都离开, 清静心线前, 这是正念。 乃至苦乐, 生灭, 取舍, 怨轻, 增爱, 总而言之, 心中有这些念头都不好, 这都是邪念。 心里面清静, 一切念都没有, 这是正念。 正念也叫做, 唯念菩提, 菩提就是觉, 念念觉而不迷, 这就是正念。 正念, 也可以说是在一切境界里不起心动念, 这就是无念。 的无念时, 自然解脱, 这就是, 无念行。 若百物不思, 当令念觉, 即是法父, 即明边见。 祖师怕我们发生误会, 特别告诫我们, 若百物不思, 当令念觉, 这是一般人弄错, 以为这是无念, 无念就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不想, 这是无想定, 这还是邪念。 甚至于小臣阿罗汉, 辟知佛, 他们的境界还是邪念, 为什么? 冷言经, 云, 小臣人的境界是, 那手悠闲, 由未法臣分别隐世。 可见, 他是不是无念? 他不是。 他那手悠闲, 换句话说, 他还有, 悠闲, 一念。 有这一念就是邪念, 就是迷, 就是不觉, 因此小臣人不能见性。 他何以不能见性? 诸位想想这个道理, 自然就明白。 他是被法束缚, 即明边见。 大臣法中处处提示中道, 中道义不能执着, 古德常讲, 两边不立, 中道不存, 为的是怕我们执着, 怕我们在这些法相名词中其分别, 其执着, 那就错了。 善知识, 悟无念法者, 万法尽通。 悟无念法者, 见诸佛境界。 悟无念法者, 智佛地位。 这三句是显示无念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我们学佛, 尤其是中国禅宗所提倡的顿悟法门, 其书圣处意在此三句经文见到。 我们真正悟无念, 就万法尽通, 不但是佛法通, 初世间法通, 世间一切诸法无不通达。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知, 有念, 知, 与, 念, 就不能尽通万法, 正是古德所谓, 有知有见, 有所不见。 即时我们达到, 无知无见, 魔所不见, 就万法尽通。 这是把修学的刚领和盘托出了。 悟无念法者, 见诸佛境界, 十方诸佛的境界, 几时我们能见到。 只要我们彻悟无念, 诸佛的境界源自现前。 悟无念法者, 自己就正道如来的, 就正道佛地。 可见, 无念为宗, 这句话没有说错, 忘心不起为止, 忘心不起就是无念, 可见宗旨没有两样。 能不违背这个宗旨, 清净心自然现前, 清净心所生的作用就是智慧, 就是般若震知。 善知识。 后代的无法者, 将此顿教法门, 与同见同行, 发愿受持如是佛故, 终身而不退者, 定入圣位。 这是说明, 传道一定要传给见解相同, 行门相同, 换句话说, 解行都相同, 而且又能发大心来受持大法者。 这样的人, 学佛的态度, 侍奉老师就如同侍奉佛一样, 终身不退, 这样的人必定能正入圣位, 一定会有成就, 这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从这几句话来看, 一个人能不能有成就, 能不能有最高的成就, 就看他与这几句经文相应不相应。 如果相应, 我们就可以肯定下个段语, 他一定成就。 然须传授从上以来莫传吩咐, 不得逆其正法。 若不同见同行, 在别法中, 不得传父, 损比前人, 究竟无以。 恐于人不解, 傍此法门, 百结千身断佛种姓。 莫传, 就是指祖祖相传的, 以心传心, 见性成佛。 宗门的传授是在言语之外, 所以叫莫传。 不得逆其正法, 决定不可以令法。 若不同见同行, 在别法中, 不得传父, 损比前人, 究竟无以。 恐于人不解, 傍此法门, 百结千身断佛种姓。 这几句话说得尤其是好。 他见解不同, 行门不同, 在别法中, 就是指不是学禅宗, 不是学石相般若, 就不能传给他。 为什么? 传给他, 他得不到利益, 因为他的解形与正解正形式相违背, 他不但不能接受, 而且还要毁谤这个法门。 毁谤正法, 将来所遭的果报是百结千身断佛种姓, 这个果报太严重, 太可怕了。 祖师在大范寺所讲的长行文, 到此的讲完。 六祖谈经讲记, 第十二集, 一千九百八十一台北中广电台荡明, 九年四月十二日。 下面是祭诵。 善之事, 无有义无相诵, 各须诵取。 在家出家, 但依此修。 若不自修, 为祭无言, 亦无有义。 听无诵曰。 这几句话是祭诵的前影。 六祖大师说, 我有一首无相诵。 谈经, 中所有祭诵, 都称作无相诵。 特别是此处十五首六十句, 是六祖谈经, 的精华。 我们要想研究, 谈经, 应当先将这十五首诵文念熟, 然后细心去研讨, 这样你就晓得中国禅宗的止去。 从此之后学佛, 无论你修学哪一个法门, 尤其是禅宗, 自然不会落于空谈。 于学佛过程中, 则不易受他人的欺骗, 更不会自欺。 可见这十五首诵文相当重要, 是我们学佛的原理原则。 大师这几句话嘱咐得非常好, 教我们必须要记诵, 要取法。 无论在家修行或者出家修行, 只要依照这十五首诵的原理原则去修行, 必定有成就。 若是不能自修, 仅仅把这六十句诵文背得很熟, 还是无有益处。 诵有十五首, 大致分为五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讲, 佛教教学的宗旨, 这一段只有一首诵。 第二首是独立的一段, 说明佛法理论的依据。 第三首以下到十三首, 共有十一首诵, 这一长段是讲, 修学的方法。 第四段是一首, 是讲, 果正。 末后第十五首诵, 是截圈。 诵文体系, 组织以及义理, 非常经言, 有条不紊, 不但便于读诵, 也是行门重要的原理原则。 说通即心通, 如日处虚空, 为传见性法, 出示破邪宗。 这四句, 我们乍看起来似乎是很容易懂, 实际上所含的意思是既深且广。 说通即心通, 说, 这一个字不但包括言说, 同时也包括佛法所有的教学, 用, 说, 字来代表。 通, 是通达无碍, 华言经, 讲的似无碍辩才, 这是通的意思。 心通, 就是宗通, 心通与说通就是所谓宗门语教下, 但是宗门语教下是亦不适而。 过去有人说, 心通的人一定达到说通, 而说通之人未必能做到心通。 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 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一层观察, 就知道心通与说通有密切的关系, 若心不通, 说通是绝对做不到。 由此可知, 要想做到说通, 一定要心通。 如何才能做到通达无碍? 下面一句比喻为我们点出来了。 如日处虚空, 像太阳一样, 在虚空之中, 意思是教我们要做到一法不利, 才能做到通达。 做不到, 换句话说, 纵然是以言学而通达三藏经论, 或者通达是初世间法, 自己并没有真正正的这个境界, 也不过是道听途说而已, 不能做到通, 自通, 简单来说就是一定要清正。 心通者, 正悟实相, 说通者, 解悟佛说。 死的的, 通, 是指正悟之说才是说通, 决定不是解悟之说。 这个意思, 从以下的句子我们能看得出来。 这十五首诵, 法宝坛经无相诵讲话, 解释得相当清楚, 也举出禅宗许多公案来证实, 并且得到当代禅宗大德虚云老和尚的印证。 书中举出禅宗加山和尚公案, 公案的内容是说明一个人, 他清正的境界到什么程度。 所谓, 上无骗瓦, 下无力追, 这两句话就是如日处虚空的意思, 到这样的地步才可以说是清正实相。 正得实相之后, 实相是体, 演说是用。 体是根本, 说是末, 本能射末, 所以心通的人自然就说通。 说通的人, 由说通而正的心通, 这也是一种非常巧妙的方法。 因为常常演说就是常时期的熏习, 熏习时间长了, 自然就能证悟。 所以说, 由说通至心通, 这是菩萨的教法。 由心通至说通, 是如来的教法, 我们应当从这里来观察。 这是说明, 说, 语, 心, 是义不是耳。 前面两句是说明佛教教法的原则, 一定要做到通达无碍。 下面这两句是说明佛祖立教的宗旨。 唯传, 唯传见信法, 出世破邪宗。 唯, 是唯独。 传, 是成传, 辗转寿寿。 见, 是讲清正。 信, 是指众生本具的心性, 在唯时称作阿赖耶时。 佛法, 尤其是大乘佛法, 他的宗旨就是传授见信之法。 法, 这个字是包罗万象, 佛经理将这个字举作一切事物, 一切理论, 一切程序, 乃至于虚空法界的总代名词。 在这里, 特别是指一切法里面的修行方法, 尤其是指见信的方法。 末后这一句, 显示出佛法出世是普度一切众生。 邪宗, 简单地说, 凡是不以见信法为教学宗旨的, 都是邪宗。 在佛法中, 为了心外无佛, 心外无法的一切宗派, 也是邪宗。 佛法是无证之法,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看到佛法里有一些证证, 这是为了普度众生, 破写显正不得已的一种方法, 绝不是佛法喜欢真论。 初祖达摩祖师的老师班若多罗尊者, 当年在他的本国教化众生, 那时有两位法师, 一位名叫佛大仙, 一位名叫佛大圣, 都曾经与祖师同学于婆陀罗, 修学小城禅观。 后来, 佛大仙遇到班若多罗, 于是舍小巷大, 与祖师同门并化, 被当时的世人称为门下二甘露门。 而佛大圣却又分他的门徒成为六宗, 所谓有相宗, 无相宗, 定慧宗, 戒行宗, 无的宗, 寂静宗。 祖师看到他这种分法, 非常感叹地说, 这位法师已经是落在基象里面, 何况在分而支离破碎, 这是说佛大圣的六宗。 祖师就说, 我如果不为他辨别, 这些人必然是永远被这些邪之邪剑所缠附而不能超越, 于是他就发大慈悲心到彼师门徒之处, 一一与他们辩论, 破他们的支箭, 使他们能破迷开悟, 再回到正知正见。 然后他才从海陆来到中国, 这就是中国初祖达摩祖师。 禅宗所谓, 佛佛为传本体, 诗师密附本心, 性就试体, 见性法才是真正如来家业。 初祖分破六宗, 已经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榜样, 所以说, 初世破邪宗。 佛门之外的邪宗, 我们容易认识, 而佛门以内的邪宗, 我们不容易发觉, 这事特别要注意到。 凡事不以明心见性 或者一心不乱为宗旨, 皆是邪宗。 法即无顿见, 迷雾有持即, 指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惜。 这首祭是说明佛教的教理。 法, 是指见性之法, 也可以说是一切法。 一切法以及见性法, 实在是说不上顿超与见性。 问题在哪里? 谜语物。 有人很快就破谜开悟, 有些人很慢才能觉悟, 什么原因? 至此见性门, 愚人不可惜。 佛在法华经, 讲, 唯有一成法, 无二义无三, 所以, 法确实是一, 本无顿见, 只因众生迷雾千差, 所以见到有早晚, 这才建立顿见的假名。 见性门, 是指东山法门。 这个法门为论见性法, 不论禅定解脱, 也是六祖大师所谓, 本来无一物。 不放下的, 就是于人, 放下什么? 佛门常说, 一切放下, 或者说, 放下万元, 念佛法门常教导我们, 放下身心世界。 身是正报, 世界是一报, 正报与一报都是属于色法, 心法是指八十与五十一心所。 换句话说, 不但外面的色法要放下, 内里面的心法也要放下。 放下就见性, 放下就是见性门。 由此可知, 放不下的就是于人。 放不下, 就永远被摒弃在见性门外, 所以说, 于人不可惜。 六祖谈经讲记, 第十三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 九年四月十三日。 说极虽万般, 何理还归一, 烦恼暗宅中, 长须生会日。 这首祭是刑法的总说。 说, 是说法, 也是指宗门对莱基所说的话。 如果把这个意思展开来讲, 就包括佛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这表示多, 法门无量, 但是它的原理是一个, 所以说, 何理还归一, 何, 是契合, 契合到真理是一。 华颜经, 讲的, 一真法界, 班若经, 讲的, 一时相, 维摩经, 讲的, 不二法门, 净土宗讲的, 一心不乱, 这都是讲道, 一。 一, 还是勉强的一个名称, 古德说, 本字无二, 一意不利, 这桩事情就是所谓,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不是言说思量所能达到。 既然这种原本不可说, 而勉强说之为, 一, 我们对, 一, 也就不能执着, 执着就归不了, 一。 在禅宗里, 祖师大德未斗当机, 有所谓, 即心即佛, 非心非佛, 狗子无佛性, 狗子有佛性。 从这些公案来看, 我们可以体会到, 诸佛如来, 历代祖师所说之言词, 句句都是活活泼泼, 教我们契入一石箱, 决定没有一个死方法来教导人。 烦恼按宅中, 长须生会日, 这两句讲的是真性自用。 烦恼, 一般来讲所谓七情五欲。 在佛法里说的更为清楚, 如, 百法, 讲的六种根本烦恼, 二十种随烦恼, 换句话说, 是出世间所说的烦恼, 总不离贪甜吃。 从根本上说, 贪甜吃外, 再加傲慢, 疑惑, 邪见, 或称恶见。 在烦恼之中, 修道之人应常转烦恼为般若智慧, 此是修行见性的原则, 亦是气和亦真理体的修为, 在般若里称作, 观照般若。 所以, 怕的是我们提不起观照般若, 就为烦恼所转。 若能在烦恼之中提起观照, 这是, 生会日。 这句经文里, 我们要特别注意, 常, 自, 要时常提起观照的功夫, 古人所谓,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邪来烦恼至, 正来烦恼除, 邪正句不用, 清静至无余。 前面两句是邪正的定义, 教我们认识什么是邪, 什么是正。 邪, 就是烦恼生起, 妄念起来时就是邪来, 妄念去除就是正来。 妄念如何去除? 诀, 念起即诀, 觉知即悟。 换句话说, 念起是, 邪来, 觉了时, 正来。 但是, 这样的邪正是相对而生, 是二不是一。 二不是佛法, 佛法是不二之法。 所以, 后半季教导我们, 邪正句不用, 清静至无余, 邪与正都要离开, 换言之, 邪正不二, 邪正亦如。 若是我们要去邪存正, 正还是邪, 所以必须要做到, 两边不立, 中道不存, 这时清静心才能现前。 清静心就是真如本性, 换句话说, 祖祖相传就是传见性法, 见性法就是一颗清静心。 假如我们疏忽清静心, 不晓得在清静心上用功夫, 我们在菩提大道就走入歧途。 清静心是一定要正得的, 但是清静心也是最不容易正得。 为什么? 能言经, 云, 知见力之, 是无明本, 我们在一切境界中才存分别, 就已经落到生灭门, 就成了知见力之。 谈经参请基缘品, 有森举沃伦禅师济云, 沃伦有济两, 能断摆思想, 对静心不起, 菩提日日常, 这首记在我们看来, 这个境界相当不错, 正如神秀大师的济颂, 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浮事, 物是惹尘埃, 是一样的意思。 可是六祖大师听了之后, 就知道这个境界依旧未明心底。 若照此方法来修行, 则是增长隔腾, 增加细腹。 所以, 他从反面对阵下药, 说, 会能没伎俩, 不断摆思想, 对静心竖起, 菩提做魔常, 这首记的用意, 就是, 邪阵具不用, 清净至无余。 祖师这首记是针对沃轮来做的, 若不是沃轮的境界, 这是决定用不得的。 为什么? 你起心动念就又错了。 可见, 我们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在修学过程里, 也不能起心动念, 当然更不可以有所执着, 佛法是破执着之法, 亦有执着就错了。 菩提本自信, 其心即是妄, 静心在妄中, 但正无三丈。 菩提是印度化, 中国意思是觉, 觉是觉悟。 此处所说的境界, 有事有理。 从理上讲, 由断烦恼障而振的一切智, 这是通于三圣, 身文, 原觉, 菩萨, 的菩提。 从事上讲, 由断所知障而振的一切种智, 勒知一切诸法, 这是如来的菩提。 如来菩提通于此二者, 故称大菩提。 菩提本自信, 如来的大觉本是自信中具足。 六祖说, 自信能含万法, 名含藏实, 明白指出自信就是第八十。 六祖当时三根入世, 听受五祖讲, 金刚经, 说道, 应摩锁住, 而生其心, 祖师于言下大彻大悟, 顺口说出, 和其自信本自清静, 和其自信本不生灭, 和其自信本自具足, 和其自信本无动摇, 和其自信能生万法, 这也证明一切众生与十方如来的自信没有两样。 迷了菩提自信是凡夫, 悟了菩提自信是佛, 佛与凡夫只不过是迷雾不同而已。 在此祖师说, 第一句是自觉, 本来觉, 第二句是转本觉为不觉, 正是, 其信论, 所谓, 一念不觉。 一念, 是什么? 就是起心。 起心即是旺, 我们在一切法中起心动念, 就是旺想, 就是无明。 静心在旺中, 但正无三丈, 此祭前两句是从本觉而迷成了不觉, 后两句是本觉在不觉之中。 只要我们能正, 正, 是什么意思? 是, 邪正句不用, 这就是正。 你用邪, 当然错了, 你用正, 还是错了, 必须要邪正都不用, 这才是佛所说的正法, 三丈就能离开了。 三丈, 是烦恼障, 业障, 暴障。 这三丈说出轮回的现象。 烦恼是起祸, 就是迷惑, 业障是由迷而造作种种善恶业, 有了业, 业预缘一定有果报, 就成暴障。 这就是或业, 苦所造成的三界六道轮回的现象。 这一句中, 祖师教导我们超越轮回的原理, 就在一个, 正, 字, 正, 字简单的说, 就是真心在一切境界里, 永远是一念不深, 两边不着。 诸位要晓得, 起心动念是忘心, 不是真心。 这桩事情, 我们在, 冷言经, 读得很多。 冷言会上佛教导我们, 舍时用根, 根就是正, 因为根确实是在一切境界中不身分别, 不起执着。 由此可知, 身分别, 起执着的是忘实, 不是真心, 也就是不是清静心, 那是在忘实之中, 在忘愿之中。 世人若修道, 一切尽不妨, 常自见己过, 与道即相当。 这首纪是教导我们自觉法。 修道是修什么道? 就是修见性之道, 修成佛之道。 修见性成佛道者, 于世间一切事业皆不相妨碍, 正是《华言经》所说,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但是, 修行仁虚, 常自见己过, 与道即相应。 常自见, 就是自觉, 怕的是见不到自己过失。 过, 并不是说我们造罪过, 做错事情, 这中过我们容易觉察, 凡夫都晓得, 不是大修行人事情。 死的, 过, 是指用邪, 用正。 用邪不必说, 我们一般人都知道是过, 用正也是过, 这就很不容易懂。 前面说, 邪正句不用, 我们执着在正, 分别在正, 这就有很大的过失。 勇家大师, 正道哥, 说, 行一禅, 做一禅, 雨莫动静体安然, 纵欲风刀场坦坦, 假饶毒药也咸咸, 这句话我们听起来很不容易懂, 也没有法子肯定它。 为什么? 遇到利刀来伤害, 或者遇到毒药, 我们想想, 我们其不起分别, 动不动心。 一生分别, 一起执着就错了。 这是讲的世间法。 在讲出世间法, 譬如戒律, 小臣戒如比丘戒, 比丘尼戒, 大臣戒如菩萨戒, 我们若是执着于戒乡, 错了, 不执着于戒乡, 也错了。 为什么? 不守戒是犯过失, 存心持戒亦不是正。 邪正具不用, 是持而无持, 无持而持, 运用于念佛上, 是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要见到这个境界, 与道才能相应, 就是, 相当的意思。 这个境界非常维系, 必须时常警觉自己, 于一切法中, 尤其是于大臣法门, 无论自修, 弘扬, 我们有没有执着, 有没有分别, 有没有其心动念, 若有执着, 分别, 其心动念, 即是自己过。 能见到自己的过, 与道极相当。 六组谈经讲记, 第十四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 九年四月十四日, 色类自有道, 各不相仿恼, 离道别密道, 终身不见道。 这首记的大义, 是说明我们对于环境的觉悟。 环境包括物质环境, 自然环境以及人事环境。 这里所着重的是人事环境。 色类, 是说各色各类的有情众生, 佛法一般讲, 胎, 卵, 施, 化。 自有道, 自, 就是他自己, 本来自有真性, 真性是一切众生所同聚的。 真性是清净平等, 这是道的意思。 道, 不妨爱道, 所以说, 各不相妨恼。 只要我们不起分别执着, 即能见到一切万物同此真常本性。 悟道之人, 如古大德所说, 比以独来, 我以词受, 这两句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简单, 必须要真正通达诸法识相, 才能做得到。 在行词方面, 看起来并不难懂, 我们举最简单的例子, 凡是冤家对犹存一种毒害之心来对我, 而我能以慈悲爱护之心来对他, 这是古人所说的, 以得抱怨, 这是很高的修养。 怨, 没有自信, 毒, 也不是真实, 而, 得, 真诚, 才是真实。 佛法讲, 词, 称为,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在此境界中必定是愿清平等, 这是佛法所提倡, 这是道。 离愿清平等, 珍藏自信的道, 再去找道, 六足说, 终生不见道。 诸佛所证得的理体是究竟圆满, 本无增减, 亦无生灭, 处处皆原, 所以, 万类之中哪个不使佛。 本源之信, 也就是此处讲的, 道, 何曾有过分别。 可惜的是, 众生被绝合成, 迷头任影, 离开心内之道, 妄求心外之道, 当然是无有是处。 波波度一声, 到头还自傲, 欲得见真道, 行政即逝道。 波波, 是奔波不停。 死的并不是指我们一个人在一生中劳碌奔波, 文字中含有生意, 是说我们的心, 心到处攀缘永远得不到休息, 如此度过一生, 一直到老死, 必定会懊悔, 这一生空过了。 换句话说, 若要一生不空过, 就要修定, 心能在境界中做主宰。 带经云, 若能转静, 则同如来, 如此才能见到真道。 真道, 是真常之道, 佛法称为诸法实相, 亦称为真如本性。 要想见到真道, 大师告诉我们, 行政即逝道。 行政, 二字是关键所在, 邪政不二, 邪政拒不用。 所谓不思善, 不思恶, 丙袭诸缘, 不生一念, 跟臣不偶, 一切皆舍, 舍相亦无, 如此才使正行, 正行与道相应, 正行才能真正见到。 离道别密道, 是邪见之人。 三祖教导我们, 不用求真, 为虚习见, 意思是说, 把我们的妄想, 分别, 执着止住, 止住之后, 心才能定得下来, 心才能静下来, 直到跟静相偶时候, 不起分别, 不起妄念, 一切任运自然。 行者能真正通达这个道理, 不违背这个道理, 表现在日常生活行为之中, 这就是行政。 正就是道, 除了正之外, 更无别道。 自若无道心, 暗行不见道,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果。 自若无道心, 暗行不见道, 道心, 就是决心。 没有决心, 人必定是迷惑顶倒。 心迷道, 行必然不正。 暗行, 就是迷惑顶倒之行, 这是修道之人, 求道之人, 所以不能见道的根本原因。 这是修学佛法希望在这一生中有所证悟者, 不可不知的关键所在。 道心, 简单地说, 无一切忘心, 这就是道心。 道心就是真心, 行政之心亦是道心。 行政之人, 心魔所住, 心魔所住即是心心在道, 心心在道, 则举足下足, 无非是道。 暗行之人, 心住于法, 于是眼被法障碍, 盲修瞎恋, 无由见道。 金刚经, 云, 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失, 如人入暗, 即魔所见, 与此的意思相同。 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失,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这事说明菩萨如何助于道心, 如何行政行。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果。 六祖这两句, 实在是真正提醒我们。 金刚经, 云,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修道之人, 若还常见世间种种过失, 可见其妄心并未消除, 换言之, 能所, 没有舍离。 果然, 能所, 亡了, 所见世间众生见同不见, 能所双望, 当处是道。 古人所谓, 十字街头不见有一人在, 功夫到此程度, 即是, 虚空粉碎, 大地平神, 这个时候, 世间语出世间是亦不是耳。 所以, 我们若想知道自己所修之道, 是真或是假。 只需问自己, 对待别人过失是见或不见, 即能考验。 果然确实不见一切众生过失, 自己则有相当好的境界。 若自己还见一切众生常犯过失, 则不是众生有过失, 而是自己的烦恼心所与境界相应, 所以, 是自己的过失, 而不是众生的过失。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 这首记事说明,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的义去。 如果我还在批评别人过失, 便是其心分别, 我相畏望。 他人之过失, 与我本来没有关系, 其心分别即身填慧, 烦恼种子渗入识填, 转变为自家之过失, 这是不至的行持, 所以叫做, 左。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左, 就是错了, 自己错了。 佛门教导我们要修愿清平等官。 他非我不非, 我非自有过, 只着重在个人的自修。 真正修道之人, 一定先要求解。 求解的目的, 是将宇宙人生一切真相确实的了解, 不能含糊笼统。 了解的越真切, 我们的分别, 执着, 妄心才真正能放下, 所谓是, 歇吉菩提, 才能歇下。 否则, 在环境中总免不了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之所以不能顿歇, 皆由五使节中的烦恼习气。 老同修都晓得, 烦恼一断, 习气难除。 习气不除, 障碍明星见性。 这十五手的寄送, 诸位要将他念熟, 最好能背诵, 常常提起绝照的功夫。 一遇到境界, 心里才动心, 自己就能觉察到。 觉察什么? 他非我不非, 把自己的分别, 执着, 妄想, 是非遁习。 要求自己的心像明镜一样, 古人所谓, 胡来献胡, 汉来献汉, 胡是外国人, 外国人照镜子, 镜子献外国人的香, 中国人照镜子, 镜子献中国人的香, 随缘献香,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这就叫真心用事。 庄子说, 智人之用心若静, 不将不赢, 硬而不藏, 我们若是动了是非甜恶之心, 或者出言批评他人而与人结怨, 这个错误就太大了。 不但眼前我们与人结怨, 而且时心中还种下恶报的种子, 这才是真正的过失。 所以说, 我非自由过。 但自却非心, 打除烦恼破。 增爱不关心, 长身两脚握。 但自却非心, 打除烦恼破, 这两句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断除是非之心, 妄想之心, 破除烦恼习气。 却, 是排除的意思。 却非心, 是排除非亦他人的念头。 修行人虚如如不动, 不理他人是非好物。 老子说, 善者无善之, 不善者无亦善之, 我们的心, 永远像止水一样, 自能打破烦恼。 宝治公说, 烦恼因心固有, 无心烦恼何居, 不劳分别取香, 自然虚于得道, 又说, 如我生空诸法空, 千品万类西皆同, 外境皆空, 哪有是非人我。 这样才是破除烦恼极妙方法。 云门祖师说, 你力不见力, 行不见行, 四大五运不可得, 何处见有山和大地来? 是你每日把剥鱼成饭, 换什么做饭? 何处更有一粒米来? 到这田地, 爱曾好物都与自己真性毫无交涉, 这时才真正是天下太平, 更无一事。 曾爱不关心, 长身两脚握, 这两句是说的大自在, 显示餐学之事已经圆满, 所谓, 鸡来吃饭困来眠, 的大修大歇境界。 六祖谈经讲记, 第十五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 九年四月十五日。 欲你化他人, 自须有方便, 物令比友谊, 即是自信献。 这首记是说自己修学圆满之后, 若有机缘, 一定要从事于度化众生的事业。 教化众生之目的, 是令众生断移, 破获, 生性, 见性。 他人在迷, 你想教导他去向觉悟之道, 他人不入邪徒, 你想化他归正路, 这是诸佛菩萨出世的本怀, 也是诸菩萨修音的阵行。 可是, 自己方面必须具有方便的智慧, 才能起化他的作用。 何谓, 方便? 所谓方便, 就是通于全巧的智慧。 全巧乃是一种利益别人的手段方法。 照这个意思来说, 大小成一切的佛教都可称为方便。 方, 是方法, 便, 是便用, 便用器于一切众生根基的方法, 还有一说, 方, 是方正之理, 便, 是巧妙之言词, 所谓似无碍之辩才, 用方正之理与无碍的辩才利益一切众生。 说真实的, 究竟之只归为真实, 假设, 暂用的, 这是方便, 又称为善巧, 善权。 这就是说明, 必须用这些方法, 才能入真实之门, 才能入一真法界, 才能正的一心不乱。 在宗门里来讲, 祖师开示说法的方便, 在本经六祖卫门人法海等举出, 动用三十六对, 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而已。 如实说, 达到了说通心通, 真正是一言难尽。 凡是祖师开导后人的, 都是大纲一类而已。 我们从纲领中, 能体会到这个意趣, 误入这个境界, 然后才能受用无穷。 不过, 这样的启示, 虚是见性的善知识才能理解, 才会运用。 若无见性, 只是学他人的方法, 皆是死板而不灵活。 要想令人破迷开悟, 当然不是容易事情。 六祖在此告诉我们, 要想叫别人断移身性, 自己一定要自信线。 可见, 自信线的标准相当之高, 也是相当的必要。 因为, 以自他一如的精纯心硬利用, 才能截断当机的现业流食, 这样才能叫他言下大悟。 这是宗门之事指指人心的妙密作用, 往往不是教下所能做得到。 宗门着重, 意义不一语, 意志不一识, 不注重文字明具, 这也是我们应当要了解。 佛法在现今, 已经流入到学说与理论, 这样实在是丧失佛法本来面目。 无论大小成佛法, 其目的是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离苦得乐是果, 而破迷开悟才是它真正的作用。 如果要说到理论, 说到学问, 不但不能开悟, 反而增长迷惑, 这就违背佛法的根本精神。 佛法的根本精神, 是指导我们人生心形、 行为, 不是一种空谈的理论。 说到这一点, 谭经, 确实做到了, 他的文字简洁, 确实具足对一切修道人的心形, 做一个最高原则性的指导方针, 这也是为一切修学人所喜爱的一本典籍。 可见得见性之后才具足无量的方便, 绝不是以肢解来接引众生, 所以他才能令众生得到究竟真实的利益,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坚决, 离世密菩提, 恰如囚兔脚。 这首济世教导我们深信, 误解。 佛法, 是指佛祖相传遁教之法。 世间, 是, 有千流的意思, 间, 有界限的意思。 世间与世界是相同的意思。 佛法讲世间, 一般讲两种世间, 一种是, 有情世间, 另外一种是, 气世间。 佛法就在世间里面, 不需要离开世间去求取正觉。 儒家说, 道不远人, 人之为道而远人, 不可以为道也, 如果离开世间做人的本分, 去寻觅菩提觉道, 就好比像兔子头上去找脚一样的傻。 兔没有脚, 就好比离开世间, 决定没有菩提一样。 古德也常用精语气来比喻, 所谓, 以精做气, 气气皆精, 我们若舍弃去求精, 就与求兔脚是一样于吃。 世间一切诸法, 佛在, 法华精, 为我们做, 如是, 知解, 所谓, 相如是, 性如是, 体如是, 力如是, 做如是, 应如是, 圆如是, 果如是, 抱如是, 本末就尽如是, 能见到这十大要领, 你就能见到百戒千如。 见到百戒千如, 才是真正的世间诀, 成就一相三昧, 一行三昧。 实如是, 天台大师把他分作三句斗。 以, 相, 来说, 第一句, 如是相, 第二句是, 是相如, 第三句是, 相如是。 一个字有三种读法, 十个字合起来就三十种读法, 从这个读法里面, 我们就能误入一切法的真实相。 我们修学果然能依照实如是用心, 实节因缘成熟, 头头是道, 欲缘处者, 当下豁然大悟。 这种境界, 在古代依照这种方法修行见性的人很多。 由此可知, 佛法最重要的是在自己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提的起关照的功夫, 功夫得利了, 世间法与初世间法是一不是二, 所谓是, 一法如, 一切法如。 到初世间与世间是一如不二, 然后才能证的烦恼与菩提不二, 生死与涅槃不二。 可见, 迷旧教世间, 绝旧教净土, 随其心境及佛土境, 迷雾在心, 不在境界。 所以, 境界确实是, 如, 是, 换句话说, 有所, 不如, 有所, 不是, 都是迷心的错误望见。 古人说, 百千法门, 同归方寸。 和沙妙德, 总在心缘。 一切界定会, 神通变化, 悉字巨足, 不离辱心。 一切烦恼业障本来空寂, 一切因果皆如梦幻, 无三界可出, 无菩提可求, 人与非人性相平等, 大道虚旷觉思觉虑。 如是之法, 我们要是能稍稍体会的, 与佛又有什么不相同呢? 所以, 只要我们在一切境界中不起贪甜妄念, 离开一切善恶的妄想, 行住坐卧, 触目欲缘, 与佛之妙用也没有什么不相同的。 古人说, 禁缘无好丑, 好丑起于心, 我们要是把一切心惜掉, 妄情从哪里起来? 妄情不起, 起作用的就是真心。 所谓, 但惜妄愿, 即如如佛, 这就是常住真心, 这就是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正剑明初是, 邪剑是世间, 邪正净打雀, 菩提性婉然。 这首纪是讲到正果的方法。 正剑, 是不二之剑, 不起心分别, 换句话说, 反过来都叫做邪剑。 三祖, 姓心明, 云, 一心不生, 万法无救, 正剑迥然现前, 身虽然在禅, 心已经出世。 试问, 心不住相, 还叫什么坐世间? 如果其心分别, 必定被境界风苦乐所缠, 这就叫世间。 但是, 邪与正, 这是相对建立的名称。 正能治邪, 如同病去要除, 邪被正所治, 邪去掉了, 正也不存在, 所谓病去要除。 所以, 邪与正都要离开, 这是讲邪正双浅。 但是, 在现前这个阶段, 我们要觉悟, 我们邪还没有去掉, 所以要用正。 等到邪没有了, 正才不要。 如果说, 邪还没有去掉, 先把正去掉, 那个麻烦就大了, 必定堕落。 一定到邪念不深, 正法也不要了, 这个时候是邪正双浅, 所谓灵光毒药, 囧脱根尘, 菩提本性婉然现前。 诸位要记住, 佛是无求人, 我们求就错了, 法是无求理, 你要求也错了。 如果你执着, 我都不求, 你还是同于有求, 你要试着无畏之乡, 还等于有畏。 金刚经, 云, 不应取法, 不应取非法, 又云, 如来所得法, 此法无实无虚, 这是班若经非常重要的句子, 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 在一切静缘中训练自己, 一定要在境界里巴风不动, 然后才能超越, 才能真正离开邪阵两边, 见得菩提自信。 此诵士遁教, 一名大法传, 弥文经内结, 物则刹那间。 这首纪是六组对我们的节免, 说明以上的寄送是遁教, 一定要悟, 不可以迷。 悟了, 就很快成就, 迷了, 是不能成功的。 师父曰, 金鱼大范四说此遁教, 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 实为使君与官僚道俗文师所说, 无不醒悟。 一时作礼, 皆探善哉, 何其领男友佛出世。 六祖谈经讲记, 第十六集, 一千九百八十一台北中广电台荡名, 九年四月十六日。 是功德净土第二。 四日, 为拉使为师设大会斋。 斋气。 拉使请师身坐, 同官僚士数素荣在拜, 问曰, 弟子文和尚说法, 实不可思议。 今有少疑, 愿大慈悲特畏解说。 施曰, 有疑疾问, 无当未说。 为公曰, 和尚所说可不是达摩大师宗指乎。 施曰, 是。 公曰, 弟子文达摩出化两五帝, 帝问云。 正义身造四公僧不失设斋有何功德? 达摩言实无功德。 弟子为达此理, 愿和尚未说。 六祖大师在大范四眼说顿教法门的第二天, 为次使以及与会的大众设斋供养。 斋霸之后, 提出两个重要的疑问, 请六祖为大众开示。 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功德的问题, 第二个是属于净土的问题。 现在我们先讲第一段, 问达功德。 达摩祖师出到中国来, 竟见梁武帝的时候, 留下一段公案。 当时梁武帝说, 我一身造四公僧, 布施、 社斋, 有多少功德? 梁武帝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在中国佛教史上, 是一位非常难得的大护法, 所谓南朝484, 都是歌颂五帝对于佛法的护持。 他见到达摩祖师, 首先就问他, 我究竟有多少功德? 达摩祖师答复说, 实无功德, 这则公案, 可以说是普遍流传在民间。 维次使他们对于这装饰很有疑惑, 所以他就说, 弟子不懂得这个道理, 希望和尚为我们开导。 诗曰, 实无功德, 物仪先生之言。 五帝心邪, 不知正法。 造四公养不失设斋, 名为求福, 不可将福便为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 不再修福。 诗又曰,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念念无智, 常见本性真实妙用, 名为功德。 内心牵下是功, 外行于理是德。 自信建立万法是功, 心体理念是德。 不离自信是功, 应用无染是德。 若密功德法身, 但依此作, 是真功德。 若修功德之人, 心疾不轻, 常行普进。 心常轻人, 无我不断, 即自无功, 自信虚妄不实, 即自无德, 为无我自大, 常清一切故。 善之事。 念念无见是功, 心形平直是德, 自修信是功, 自修身是德。 善之事。 功德须自信内建, 不是不失功养之所求也。 是以福德与功德别。 五帝不识真理, 非我祖师有过。 六祖的答复, 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段是直达, 第二段是辨别功德, 第三段是讲功德的修法。 六祖说, 五帝心邪, 不认识正法, 误会了, 把求福当作功德, 这种误会, 可以说是普遍的存在, 我们对于功德与福德不能正确的辨别, 分不清什么是功德, 什么是福德。 六祖说, 功德在法身中, 不再修福, 离乡修福, 修福也是功德, 若试者乡起修, 就是福德, 不是功德。 第二段, 辨别功德, 有六句。 第一句,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明心见性才是功。 功, 是指功夫, 德, 是修功而心有所得。 心性平等, 这就是德。 换句话说, 平等必须要见性, 见性心自然平等。 第二句, 内心牵下是功, 外行于理事得, 这是说明功德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相貌。 古人说, 读书在于变化气质。 能变化气质, 这个人待人皆务必能谦虚恭敬, 这就皆尽功德。 第三句, 自信建立万法是功, 心体理念是德, 这句说的境界就比较高, 因为其中的道理涉及甚深的为实学。 万法, 是指整个宇宙人生。 宇宙人生从什么地方来的? 是从自信建立来的。 虽然是自信建立, 可是于迷之人他不知道, 觉悟之人他是清清楚楚, 一切明达, 这是功。 心体理念, 才能自觉, 才能见到自信建立万法, 如果心体有念, 必定不能见到自信建立万法这个境界。 第四句, 不离自信是功, 应用无然是德, 这一句是从修功说的。 前一句说的是理体, 这一句说的是修学。 修学, 无论修学哪个法门, 哪个宗派, 原理原则是不会变的, 就是一定要与自信相应, 这是佛门常讲的称性起修, 这就是功。 一个人能称性起修, 他六根在六成起作用时, 必定是清净无然, 所谓是六根清净, 一成不然, 这就是德。 换句话说, 能做到六成无然, 就与自信相应。 所以, 功与德是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 第五句, 念念无见是功, 心形平直是德, 这也是从修学说的。 这是说大乘佛法所谓真实的善根精进。 精进必须要做到念念无见, 永无退转, 这是功。 如何才能做到? 一定要, 心形平直。 心是思想, 行是行为, 平是平等, 直是正直, 我们的心思行为要做到平等正直, 这就是德, 如此才能达到念念无见。 念念无见与自信是相应的, 心形平直就是无然。 第六句, 自修信是功, 自修身是德, 这两句是为我们做简单恶药的结论, 使我们对于, 功德, 两个字, 更能明细地理解。 修信, 也就是修心。 心, 与, 性, 在佛法里有时候意义相同, 有时候我们说, 性, 是指, 真心, 说, 心, 是指望心, 这要看用在哪些经论上。 此处讲的修信就是修心, 尤其是着重在真心, 这是真实之功。 自修身是德, 修信未体, 修身未用, 修信是内, 修身是外, 表里一如, 这才是真实的功德。 可见功德确实是在法身之中, 而不在修福。 第三段, 祖师告诉我们功德的修相。 六祖说, 修功德的人, 他的心在一切人事环境上, 在一切物质环境上, 他常存恭敬之心, 决定不会有轻慢的心, 而且是真正能做到普进一切。 华言, 十大愿王第一句是, 礼敬诸佛, 礼记, 第一句是, 屈礼约无不敬, 合起来看, 才知道是出世间的圣人, 教导我们修学的宗旨, 修学的纲领, 是亦不是耳。 换言之, 不修功德的人, 纵然修福德, 他心里常存着轻慢人的心, 供高我慢的习气他很难断除, 而且时常表现在待人皆悟之间。 这世祖师为为次使解释功德这桩事情。 又问, 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 愿生西方, 请和尚说, 得生彼佛。 愿未破疑。 诗言, 使君善听, 慧能语说。 世尊在舍卫尘中说西方隐化, 经文分明, 去此不远。 若论相说, 礼数有十万八千, 及身中十二八斜, 便是说远。 说远为其下根, 说尽为其上至。 人有两种, 法无两斑。 迷雾有书, 见有持疾。 迷人念佛求生于彼, 雾人自尽其心。 所以佛言, 随其心尽及佛土尽。 使君东方人, 但心尽及无罪, 虽西方人, 心不尽亦有千。 东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西方。 西方人造罪, 念佛求生何国。 凡于不了自信, 不识身中净土, 愿东愿西。 悟人在处一般。 所以佛言, 随所住处恒安乐。 使君心地但无不善, 西方去此不遥。 若怀不善之心, 念佛往生难道。 经劝善之事, 先除十恶, 即行十万, 后除八邪, 乃过八千。 念念见性, 常行平直, 道如弹指, 便堵弥陀。 使君但行时善, 何须更愿往生。 不断十恶之心, 何佛即来引寝。 若悟无身顿法, 见西方只在刹那, 不悟念佛求生, 路遥如何的达。 会能与诸人 以西方于刹那间, 目前便见。 各愿见否。 众皆顶礼云, 若此处见, 何须更愿往生。 愿和尚慈悲, 便献西方, 普令的见。 第二个问题, 就是问答净土。 为次使问, 常见出家人, 或者在家居室, 念阿弥陀佛, 求愿生西方极乐世界, 究竟能不能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愿大师为我们破除疑惑。 六祖说, 这装饰, 佛说经文分明, 大师这句话里面包含的意思很多。 净土经论最重要的是三经一论, 专讲西方极乐世界理论以及修学的方法。 除此之外, 与一切大臣经论中随带而说的就太多太多了。 经文分明, 这句话, 意思是这已经很清楚, 用不着再疑惑了。 既然为次使与大众有疑, 而且这些人根性都很利, 所以祖师也就大慈大悲, 特别为他开示。 六祖说, 心静即佛图静, 但心清静即是自信西方, 这就说明, 六祖在此所希望的, 是希望大家求自信净土, 修自信弥陀。 这在净土法门里也属于向上依着, 就是修, 礼意心不乱。 祖师非常慈悲, 特别教导大众修学的方法。 在修学方法中, 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先除十恶八邪, 这是修净土之先诀条件, 我们千万不能疏忽。 除十恶, 是不杀身,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两舌, 两舌就是挑拨是非, 逗乱两边, 不恶口, 恶口是一种烦恼的习气, 它能障到, 能障碍我们的清净心, 必须要戒除, 不起语, 起语是所谓花言巧语, 其目的若不是开玩笑就是存心欺骗人, 这也是不良的习气, 若是有心造作起语, 其所造恶业则有意想不到的严重性, 在旧事义的心意里一定要不贪, 不甜, 不吃, 除食恶业也就是修食善业道, 八邪, 就是八正道的反面, 第一是, 邪见, 邪之邪见, 第二是, 邪思维, 第三是, 邪语, 第四是, 邪业, 就是一切不正常的造作, 第五是, 邪命, 邪命是讲不正当的方法谋生活, 凡事不正常或者造作恶业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叫做邪命, 后面三条是, 邪方辩, 邪念, 邪定, 祖师教导我们, 一定要修食善业道, 一定要修八正道, 以这个为修学净土的基础, 然后以这个基础再进一步, 念念建信, 要如何建信? 在日常生活中, 心形要平等, 正直, 这桩事情完全操之在自己, 不操之在别人, 我们自己心形平等, 做事正直, 与自信弥陀, 唯心净土就相应, 所以六祖说, 道如弹指, 便堵弥陀, 若是能悟到无声, 无声即是无声法人, 是净土宗所讲的, 礼义心不乱, 这是祖师对我们殷切的期望, 禅宗的修学, 以大彻大物为目的, 纵然修净土也不例外, 这样, 见西方只在刹那之间, 这句话我们能相信, 因为在净土法门, 只要功夫成片就决定可已往生, 何况已经念道理一心不乱, 六祖谈经讲记, 第十七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明, 九年四月十七日, 诗言, 大众, 世人自色身世成, 眼耳鼻舌世门, 外有五门, 内有一门, 心是地, 信是王, 王居心地上, 信在王在, 信去王无, 信在身心存, 信去身心坏, 佛向信中作, 莫向身外求, 自信弥即是众生, 自信觉即是佛, 慈悲即是观音, 喜舍名为是智, 能尽即是家, 平直即弥陀, 人我是须迷, 邪心是海水, 烦恼是波浪, 毒害是恶龙, 虚妄是鬼神, 晨劳是鱼鳖, 贪甜是地狱, 鱼吃是畜生, 善知事, 常行时善, 天堂便智, 除人我, 虚迷道, 无邪心, 海水节, 烦恼无, 波浪灭, 毒害除, 鱼龙诀, 自心地上觉性如来, 放大光明, 外照六门清净, 能破六玉珠天, 自性内照, 三毒即除, 地狱等罪一时消灭, 内外明彻, 不亦西方, 不做此修, 如何道比, 大众闻说, 了然见性, 西皆礼拜, 据探善灾, 为言, 普愿法界众生, 闻者一时误解, 诗言, 善知事, 若欲修行, 再加义的, 不由再四, 再加能行, 如东方人心善, 再四不修, 如西方人心恶, 但心清净, 即是自性西方, 这一段是说, 自性佛土, 大师告诉我们, 自性若迷, 就是众生, 自性要是觉悟, 就是佛, 可见, 佛与众生这两个名词, 只是自性的觉与迷不同的称呼而已, 大师在此特别举出几位佛菩萨, 座位表法的代表, 观音菩萨代表, 自性慈悲, 自性慈悲就是观世音, 试智菩萨代表, 自性喜舍, 喜舍就是大试智, 试, 是势力, 智, 是讲这个势力达到顶点, 达到最圆满, 最高的境界, 唯有智慧究竟彻底圆满, 才能真正做到离乡的喜舍, 这是大试智菩萨的意思, 释迦牧尼佛代表, 能静, 释迦, 释返语, 中文意思是, 能仁, 就是能够仁慈, 慈悲一切, 慕尼, 亦做寂静, 弥陀即是, 平直, 平是平等, 直是正直, 阿弥陀, 是泛语, 中文意思是, 无量, 通常我们用, 无量光, 与, 无量寿, 来解释这个名号, 大师在此处适用, 平等正直, 来解释阿弥陀, 这个解释也是非常好, 心地平等, 确实这个心是无量的, 心不平等, 这就是有量, 就不是弥陀的意思, 行为正直, 这个行与自信就相应, 所谓一一行都能冲遍虚空法界, 一一行既能冲遍虚空法界, 与虚空法界无二无别, 岂不是, 无量, 的意思吗? 这一段是讲净土, 所以六祖大师特别举例净土三圣, 及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是代表平直, 代表理体, 观音, 是智是代表从体起用, 一般讲, 观音菩萨代表的是他受用, 大慈大悲, 是智菩萨代表的是自受用, 清净平等, 诸位要晓得, 不能舍, 心就不清净, 能舍, 心就清净, 不能舍, 法喜就不能充满, 能舍, 法喜才能充满, 自信, 外照六门, 六根, 清净, 自信内照, 三毒即除, 若自信不能内照, 贪甜吃事消灭不了, 自信内照, 旧化贪甜吃味无上智觉, 这就成就法信徒, 由此可知, 六祖的开示是指指, 自信弥陀, 为心净土, 这一章的宗旨, 是教我们应当要修无漏的功德, 不要执着有味的福报, 应当取自信净土, 修, 礼意心不乱, 不要取方便土, 也不要取童居土, 这事大师悲心开示, 绝不是破净土, 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明了, 为公又问, 在家如何修行, 愿为教授, 诗言, 无与大众作无相送, 但依此修, 常与无同处无别, 若不依此修, 替法出家, 于道何意, 诵曰, 心平和劳持戒, 行直贺用修禅, 恩则亲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连,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宣, 若能钻目出火, 于你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 逆耳必是忠言, 改过毕生智慧, 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意, 沉道非游诗前, 菩提指向心密, 和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 西方只在目前, 诗赋曰, 善知识, 总需依迹修行, 见取自信, 直成佛道, 法不相待, 众人且散, 无归曹西, 众若有疑, 却来相问, 十次使官僚, 在慧善男性女, 各得开悟, 信受奉行, 此的有四手伴, 十八句, 的寄送, 这事只是我们修自信净土, 也是修礼一心不乱上品上身的原则, 第一首祭,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贺用修禅, 恩则亲养父母, 义则上下相连, 这首祭, 与中国古圣先贤的教戒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句, 心平和劳持戒, 心平是讲, 道, 中国古人教人的原则是讲, 道德仁义理, 这一句教导我们, 持戒的目的是要达到心平, 若戒相持得很严, 心理不能平等, 换句话说, 持戒的方向, 目标就错了, 佛法戒定会三学, 应戒的定, 应定开会, 诸位想象, 心不平, 定如何能成就, 心平等, 定自然成就, 所以, 这一句才是真正的大道, 我们读, 礼记, 读道, 道德仁义理, 这五个字怎么讲法, 我们可以用六组这句话来解释, 心平等就是道, 不但是世间的道, 出世间最高的道也不外乎如是而已, 诸佛菩萨并无二道, 大道就是平等, 第二句, 行直和用修禅, 这句是讲, 德, 也就是行直, 行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 身体的造作, 口中的言语, 心理的念头, 都称为行为, 行为要正直, 行为正直, 祖师说, 何用参禅, 可见, 禅的目的就是要表现在行为的正直上, 所以原教的经论, 都是说禅就是真心, 真心行事就是禅, 行直是真禅者, 第三句, 恩泽亲养父母, 这句是讲, 仁, 仁孝是做人的基础, 也是成佛, 成菩萨的大根大本, 从孝养父母, 扩大到孝养一切众生, 儒家如此教导我们, 佛祖义是如此教导, 第四句, 义则上下相连, 义, 是讲尽义务, 绝不是讲报酬, 凡是要讲求报酬, 就不叫做义, 比义在第一级的, 这是讲理, 理才有往来, 才有报酬, 所谓是, 理上往来, 由此可知, 理是做人标准最下的一级, 往上去, 都不讲往来, 只有尽义务, 而没有要求别人报答, 这是第一首祭, 讲, 道德仁义, 第二首祭, 让则尊卑和睦, 忍则众恶无宣, 若能钻目出火, 与你定生红莲, 这首祭前面两句是讲, 理, 理是要讲求让, 第一句, 让则尊卑和睦, 让, 大众才能和睦相处, 和中共计, 第二句, 忍则众恶无宣, 这是讲, 忍, 也就是佛法讲的, 忍辱波罗密, 忍要是能忍辱, 什么事情都容易解决, 忍是是出世间的美德, 大乘佛法特别重视这个字, 所谓, 忍, 能成就功德, 能保持功德而不丧失, 在忍里面, 特别讲求的是, 不抱于迷无道, 愚痴的众生, 迷惑的众生, 因为于迷才不讲道义, 这样的人, 我们可以原谅他, 不必去报复他, 第三句, 若能钻木出火, 这一句是说精进, 勤修不息的意思, 果然能精进勤修不息, 必定能超凡入圣, 第四句, 迷你定身红莲, 迷你, 是代表凡夫众生, 红莲, 是代表圣者, 佛菩萨,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可以从凡夫众生提升到佛菩萨的境界, 第三首句, 苦口的是良药, 逆耳必是中言, 改过必生智慧, 护短心内非贤, 这四句, 就是普贤菩萨的, 颤除业障, 这在修学过程中是非常重要, 若有业障, 我们就不能见到, 我们要想见到, 想正到, 首先要把自己的业障排除, 排除业障, 首先要清净善师, 善友, 善师善友以直言的口吻来纠正我们的毛病, 所谓是, 苦口良药, 逆耳中言, 我们要能接受, 我们要能感激, 要真正地求改过自新, 改过之人,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护短之人, 必定不是贤者, 这是勉励我们要真正忏悔, 真正地忏悔就在改过, 第四首句, 日用长行饶意, 沉到非游施前, 菩提指向心密, 和劳向外求旋, 这首计可以说是一般菩萨日常生活的标准, 第一句, 日用长行饶意, 饶是丰饶, 亦是利益, 在日常生活中, 待人皆悟一定要存心利益众生, 不但要利益众生, 而且要给予众生最大的利益, 最圆满的利益, 如此才叫做饶意, 佛法里的利益, 并不专注现前, 佛法特别重视, 现前令众生的利益, 将来还是的利益, 这才叫做真正的饶意, 若现前令众生的利益, 后来则有害, 这就不叫做利益众生, 换句话说, 眼前对于众生似乎没有多大的利益, 甚至于有些不变的地方, 可是将来对于众生有莫大的利益, 这也算是真正的利益, 这些原理原则, 我们一定要懂得, 这是菩萨行的标准, 第二句, 成道非游施钱, 仅仅靠布施不能成就道业, 道业是要修心, 是要修正我们的行为, 靠一点钱财的布施, 要想贿赂佛菩萨, 要想巴结那些神仙, 这是迷信, 这是迷惑颠倒, 不但不能成就, 反而造作无边的罪业, 第三句, 菩提指向心密, 这是讲究静的大道, 佛法无论哪一宗, 哪一个行门, 我们常讲八万四千行门, 也讲到无量无边的行门, 修行法门虽然是无量无边, 它的方向, 原理只有一个, 就是一定要修心, 禅宗讲, 执心是道场, 心直言直才能成就无上菩提, 不必要向心外去求法, 第四句, 何劳向外求旋, 这是指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是错误的, 心外求法, 在佛法看作外道, 佛门讲的外道, 并不是佛教以外其他宗教教外道, 那就错了, 若是这样说法, 则意思太狭小, 不是佛法说的本意, 佛法讲的内外, 是讲心内, 心外, 我们求生净土, 念阿弥陀佛, 我们认为心外有个阿弥陀佛, 那也错了, 也是向外求旋, 不能正的一心, 不能生的净土, 这是千万要记住的, 末后半季有两句, 这是劫劝, 听说依词修行, 天堂只在墓前, 这两句话是做一个总结, 也是劝勉的意思, 听, 是我们自行, 我们自己听老师讲, 说, 是我们教化众生, 就是把佛法这些道理, 方法说给别人听, 我们自己听以及说给别人听, 都要依照这一个原理原则来修行, 这样果报自然不虚, 所以说是, 天堂只在墓前。 六组谈经讲记, 第十八集, 1981台北中广电台当名, 9年4月18日, 定会议体第三, 以下八章经是六组一声所说的, 法药, 可以说句句话都非常重要, 这是由门人分类编辑而成的, 与前面两张性质稍有不同, 施是众云, 善之事, 我此法门, 以定会谓本, 大众物谜, 言定会别, 定会一体, 不是二, 定是会体, 会是定用, 即会知时定再会, 即定知时会再定, 若是此意, 即是定会等学, 诸学道人, 莫言先定发会, 先会发定个别, 作词见者, 法有二相, 口说善语, 心中不善, 空有定会, 定会不等, 若心口俱善, 内外一种, 定会即等, 自悟修行, 不在于正, 若正先后, 即同迷人, 不断胜负, 却增我法, 不离四项, 善知识, 一行三昧者, 于一切处行住, 作卧常行一执行事也, 如静明经云, 执行事道场, 执行事净土, 莫心行产驱, 口但说直, 口说一行三昧, 不行执行, 但行执行, 于一切法物有执着, 迷人者法相, 执意行三昧, 执言坐不动望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 作此解者, 即同无情, 却是仗道因缘, 善知识, 道须通流, 何以却智, 心不住法, 道即通流, 心若住法, 名为自负, 若言坐不动事, 只如设立浮宴坐灵中, 却被为魔结合, 善知识, 又有人交作, 看心观境, 不动不起, 从此至宫, 迷人不会, 便直沉淀, 如此这众, 如事相较, 故知大错, 善知识, 定会犹如何等, 犹如灯光, 有灯即光, 无灯即暗, 灯是光之体, 光是灯之用, 明虽有二, 体本同一, 死定会法, 亦附如是, 善知识, 本来正教无有遁见, 人性自有利遁, 迷人见气, 物人遁修, 自始本心, 自见本性, 即无差别, 所以利顿见之假明, 善知识, 我此法门, 从上以来, 先利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无相者, 于相而离相, 无念者, 于念而无念, 无助者, 人知本性, 于世间善恶好仇, 乃至冤之与清, 言语处刺七真之时, 并将为空, 不思仇害, 念念之中, 不思前进, 若前念经念后念, 念念相续不断, 名为细父, 于诸法上, 念念不住, 即无父也, 此事已无助为本, 善知识, 外离一切相, 名为无相, 能离于相, 即法体清净, 此事已无相畏体, 善知识, 于诸境上, 心不染, 约无念, 于自念上, 常离诸境, 不于境上身心, 若只百物不思, 念境除雀, 一念绝即死, 别处受身, 事未大错, 学道者思知, 若不识法意, 自错有可, 更悟他人, 自迷不见, 又傍佛经, 所以力无念畏宗, 善知识, 云和力无念畏宗, 只愿口说见性迷人, 于境上有念, 念上便起邪见, 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 自信本无一法可得, 若有所得, 妄说或福, 即是尘劳邪见, 故此法门立无念畏宗, 善知识, 无者, 无何事, 念者, 念何物, 无者, 无二相, 无诸尘劳之心, 念者, 念真如本性, 真如即是念之体, 念即是真如之用, 真如自信其念, 非眼耳鼻舌能念, 真如有性, 所以其念, 真如若无, 眼耳色身当时极坏, 善知识, 真如自信其念, 六根虽有见闻觉知, 不然万尽, 而真性常自在, 故云,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意而不动, 定会议体, 这一章, 我们分成五个段落来介绍, 第一段, 解释, 定会议体, 禅定试体, 智慧适用, 何谓, 禅定? 大师在这章经中为我们说得很明白, 设定不执着, 静就是境界, 我们六根设入六成境界, 不分别, 不执着, 这就是定, 所谓记而常照, 可见, 禅定是有作用的, 它不是一个死定, 它的作用就叫智慧, 智慧, 重要的是心境聚空, 照而常记, 体用不二, 就叫做一体, 第二段, 是讲这一章经的宗旨, 六祖说, 我此法门一定会为本, 我此法门, 这一句, 就是指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相传的这个法门, 所谓禅宗的遁教, 这一个法门, 也就是祖祖相传者, 它是一定会为根本, 定是会之体, 会是定之用, 定会既然是一体, 我们在修学时, 当然就要注重定会等学, 这是非常重要的, 既不能偏重再定, 也不可偏重再会, 禅家讲, 偏重再定, 免不了哭忌, 偏重再会, 往往落入癫狂, 所谓是狂会, 到定会平等, 这才是真正的禅定, 才能由定开会, 既照一如, 既照平等, 既照不二, 这才是禅宗遁教所讲求的, 六祖说, 心口俱善, 内外一种, 这就是定会平等, 这一句是教导我们如何学定会等学, 换句话说, 定会等学的最初方便是心口俱善, 内心和我们的外表要一致, 不能口里说的是一桩, 心里想的是另一桩, 那就不是禅定, 心里想的, 口里说的, 身体所行的, 完全是一样, 这就叫定会等学, 这桩事情是要我们自己去悟, 自己去修, 如果有真值, 就是迷惑颠倒, 稍有一点真值的心, 这就是胜负的烦恼没有断, 必然增长四相的执着, 即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的执着, 宗旨大义是如此, 第三段, 是讲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 是定会议体的修行要领, 在中国南传禅宗里非常重要, 特别重视, 一行, 行就是修行, 修什么, 修一, 就是心, 口, 身行要一这就叫三昧, 六祖说, 于一切处所, 行住坐卧常行一执行者, 就叫做一行三昧, 六祖引经来证明他所说是有根据的, 静明经, 云, 执行是道场, 执行是净土, 这是修行最重要的一个纲领, 若不能把握这个纲领, 我们的修学是很难成就的, 尤其对于, 一行, 必须要有正确, 清晰的了解, 而后才有下手之处, 一般所犯的过失, 所犯的错误, 大师告诉我们, 是迷着法乡, 对于法乡认识不清楚, 同时又执着, 误会了, 以为是只要坐在那里不动, 盘腿面壁, 心中不起念头, 这就叫做一行三昧, 这是将一行三昧错解了, 这种见解, 实在说等于无情的众生, 一块石头, 他摆在那个地方几百年, 几千年, 他在那里不动, 他也不打妄想, 换句话说, 这块石头就入了禅定, 我们要想学佛, 修禅定, 修到最后就变成一块石头, 所以, 这种观念是错误的, 是误解一行三昧, 这是仗道的因缘, 还有一种, 譬如神秀大师他们所传的, 静坐看心, 观静, 认为心要是不动不起, 这就是禅定, 这种观念, 这种修行法, 在佛教里相当普遍, 六祖告诉我们, 若我们对于这个方法执迷, 到最后不但不能成就禅定, 还免不了着魔, 这样辗转的相较, 当然是错误的, 这个错误就大了, 不但是自己不能成就, 而且误了一些好心学佛之人, 岂不是非常可惜, 如何正确修行, 一行三昧, 六祖说, 但行执行, 执行就是承行, 无论在什么场所, 无论在什么境界, 总要保持着心地的真诚, 同时要空计, 不着一法, 心境俱空, 到应当要流通, 佛祖为我们说, 应用无碍, 如《华言经》所显示, 不但理事无碍, 而且事事无碍, 这是正确的, 六祖又告诉我们, 定会明事有二, 体是一个, 一个就不能住, 就不能执着, 心如果住法, 无论什么法, 只要你有执着, 只要你心有所住, 这就是自己缠附了自己, 金刚经, 云, 应魔所住, 而身其心, 应身魔所住心, 这都是世尊教界菩萨的名言, 迷人, 迷人渐渐能契入这个修行方法, 觉悟的人, 他就顿修, 速度就来得快, 只要实心达本, 知道一切法源无差别, 所谓圣凡平等, 性相不耳, 第四段, 禅宗自从世尊传于家业后, 祖祖相传本来的正教, 我们一定要记住, 要理解, 要依教修行, 六祖提出三条大纲, 无念为宗, 无相为体, 无助为本, 这是大乘佛法三大纲领, 能把握纲领, 依照这个纲领去修学, 决定不会错误, 不但参禅如此, 纵然是言教, 念佛, 持戒, 修秘也不离这三大纲领, 离开这三大纲领, 就不是佛法, 第一纲领是, 无念为宗, 何谓, 无念为宗, 六祖说, 余念离念, 这句话不太好懂, 我们通常讲, 离念, 离念一定是无念, 无念就没有念了, 无念, 没有念, 不是禅宗讲的无念, 禅宗讲的是, 念而无念, 可见, 它是有念, 有念而不执着, 知道念的体香, 这是离念, 在香上讲, 它见闻觉之, 六根照见六成所起的作用, 不然六成境界, 也不会因六成境界而升起旺心, 这个旺心, 是为时讲的, 心法, 与, 心所法, 说的再粗显一点, 就是不起心, 八心王与五十一心所都不相应, 这就是不在境界中升心, 无, 是无任何的事情, 心地清静, 一尘不染, 凡夫心里面总有事, 事就是烦恼,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没有事, 诸位想想, 心没有事, 身当然没有事, 境界也没有事, 所以才能得到一切清静, 还有一个意思是, 无二相, 以清静心观察事出世间, 无非清静, 正是佛在戴经所讲, 身灭灭乙, 寂灭现前, 寂灭现前时就是无二相, 万法平等一如, 我们在, 华言, 法华, 都体会到这样的境界, 这是佛与大菩萨的真实境界, 必须要到无念才能证得, 这个境界中, 决定没有尘劳烦恼的念头升起, 这是, 无, 的意思, 念, 是真如自信其念, 换句话说, 就是真如之用, 这是说明, 无念, 是念而无念, 无的是妄念, 念的是真念, 就是真如其念, 真如之用, 经上说, 能善分别诸法相, 于第一意而不动, 这就是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可见禅宗讲, 无念未宗, 并不是教你什么都不想, 什么念头都没有, 这是误会, 它是教我们无心意识的妄念, 存自信真如的正念, 无念未宗是如是讲法, 第二纲领是, 无相畏体, 无相畏体是说, 于相离相, 这才是无相, 相, 是阿赖耶的本质相, 在我们眼前, 为我们六根所缘的本质境界, 离什么相, 离妄相, 这个道理在为时说的非常透彻, 在一切相不起妄想, 分别, 也不起妄念, 这就叫, 于相离相, 能做到于相离相, 法体就清净, 这个时候清净法身现前, 正是所谓心清净则身清净, 身清净则境界清净, 境界清净则国土清净, 所谓, 心净则土清, 这对于修净土的同修来说尤其重要, 若修净土决定要取得礼义心不乱, 不懂的这个道理是无法起修, 第三纲领事, 无助未本, 无助, 佛在, 金刚经, 特别强调, 而六祖也是在, 无助, 大彻大悟, 何谓, 无助, 六祖说, 于诸法上, 要学着念念不住, 念念之中, 不思前进, 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凡夫妄念纷飞, 想东想西, 想前想后, 这是错误的, 应魔所住, 而身其心, 与六祖说的, 本来无一物, 都是讲求, 无助未本, 这三大纲领, 是祖祖相传本来正教, 第五段, 是讲修学违背了三个纲领, 有什么样的过失, 第一, 违背无念未踪, 这是其心动念的过失, 六祖说, 假如我们一切都不想, 一切的念都除尽, 实在讲就是修无想定, 无想定, 果报在无想天, 无想天是属于外道天, 不是真正的成就, 六祖说, 一念绝即死, 别处受身, 是未大错, 就是身到无想天, 还是大错, 其次, 这样的人, 他对于如来所说之法, 祖师所说之法义, 并不了解, 也不认识, 自己错了, 犹算罢了, 还要劝别人, 教导别人, 又棒佛经, 这个罪过就大了, 造这种罪过, 他自己还不晓得, 这真正是非常的可怜, 六祖说, 在境界里, 如果有念, 必定就起邪见, 不正确的见解, 一切妄念都会从此而生, 这是其念的毛病, 过失, 第二, 讲着香的过失, 诸法识香, 是说一切法无香, 如果我们在一切法分别执着, 这就是取向, 无香当中若是取香, 还要执着香, 这当然是大错, 与法性, 实相相违背了, 第三, 讲有助的过失, 这是不了解诸法空香, 所以他的心时常注在境缘上, 于是起或造业, 轮回不已, 这是凡夫助香所造成的结果, 就是生死轮回, 修行人前念, 经念, 后念相续不断, 依旧是被夜暴禅妇, 他不能见性, 不能正的一心, 可见, 修行人心要是有助, 也是错了, 六祖谈经讲记, 第十九集, 一千九百八十一台北中广电台荡明, 九年四月十九日, 教授坐禅第四, 诗是众云, 善知识, 和明坐禅, 死法门中, 无障无碍, 外于一切善恶境界, 心念不起, 名为坐, 内见自信不动, 名为禅, 善知识, 和明禅定, 外离香未禅, 内不乱未定, 外若者香, 内心极乱, 外若离香, 心极不乱, 本性自禁自定, 只为渐进私禁极乱, 若见诸境心不乱者, 是真定也, 善知识, 外离香极禅, 内不乱极定, 外禅内定, 是未禅定, 静明经, 云, 即时或然, 还得本心, 菩萨戒经, 云, 我本性源自清净, 善知识, 于念念中, 自见本性清净, 自修自行, 自成佛道, 然此门作禅, 缘不着心, 亦不着静, 亦不视不动, 若沿着心, 心缘是望, 知心如幻, 故摸索着也, 若沿着静, 人性本静, 由望念故, 改复真如, 但无妄想, 性自清净, 起心这静, 却深静望, 望无处所, 住者是望, 静无形相, 却立静相, 严是功夫, 做此见者, 仗自本性, 却被静负, 善知识, 若修不动者, 但见一切人时, 不见人知是非善恶过患, 即是自信不动, 善知识, 迷人身虽不动, 开口便说他人是非常短好恶, 与道违背, 若这心者静, 却仗道也, 这一张经文不长, 是本经里面文字最少的, 但是很重要, 因为坐禅是禅宗的基本修学法, 若对于坐禅的理论与世相不能真正了解, 则会盲修瞎恋, 古德说, 坐禅虽标榜身口一三叶不动, 然一切处心不动, 则与莫动尽无不适禅, 释迦牟尼佛当年是现在世间, 讲经三百余会, 说法四十九年, 足迹遍五印度, 大经常赞叹说, 那家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禅定,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若只说盘腿面壁是禅, 不是盘腿面壁就不是禅, 这绝不是祖师门中正确的禅定, 所以, 在六祖平常教界中, 弟子特别集结法要, 告诉我们大师教授坐禅的纲领, 经文分为四个段落, 第一段, 解释坐禅, 六祖说, 此法门中, 无障无碍, 这一句是这一章经的总纲, 我们要牢牢的记住, 大乘佛法, 一乘佛法确实是无障无碍, 正是, 华严经, 讲的似无碍法界, 尤其是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就是真正的禅定, 有碍则非禅定, 六祖说, 外于一切善恶境界, 心念不起, 名为坐, 内见自信不动, 名为禅, 由此可知, 坐禅的, 坐, 字, 并不是盘腿面壁打坐的, 坐, 而是取这个字的意思, 譬如, 我们身坐在那里, 身就, 不动, 坐禅不是教我们身坐, 换句话说, 不是教我们身不动, 而是教我们心不动, 这才是坐禅, 心不动是, 坐, 身不动不是, 坐, 禅, 是什么, 见性不动, 见性不动, 冷言经, 十番显见理说的好, 显见是心, 显见不动, 显见不动就是禅, 换句话说, 说了一个, 不动, 当然不灭, 不失, 无害, 不杂, 无爱, 不分, 超情, 离见都包括在这一句的意思里面, 这就是真心, 这就是佛性, 所以, 自性不动就是禅, 自性清静心就是禅心, 就是真正的禅定, 这是大师在此的特别教诫我们, 我们必须要体认, 这一章题目是, 教授坐禅, 似乎是偏重在禅宗的修学上, 实际说来, 一切大成佛法, 包括净土法门在内, 无不适修学禅定, 尤其是, 冷言经, 所讲求的是, 冷言大定, 那是上上之禅, 而, 大师至念佛原通章, 观世因尔根原通章, 是, 冷言经, 的精华, 可见念佛就是修的禅定, 因此, 教授坐禅这一章的宗旨, 方法, 是遍及一切大成所有的法门, 我们不要看得太宅小, 第二段, 解释禅定, 六祖说, 外若者乡, 内心极乱, 外面我们能离乡, 这就是禅, 内要是不乱, 若见尽心不乱者, 这是真正的定, 外禅内定, 是未禅定, 这是南传遁教对于禅定解释的经义, 语言虽然很简单, 意境确实是有相当的深度, 尤其是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能够心不乱, 心不动, 这才是佛祖所谓的禅定, 六祖又举, 静明经, 作证明, 经云, 即时或然, 海北本心, 菩萨戒经, 云, 我本性源自清净, 高子遗书, 云, 但自末观无性本来清净无物, 不可自身缠绕, 只要自身缠绕, 就是违背了自信清净心, 无性本来完全具足, 不可自已亏欠, 实在讲, 一切众生与诸佛如来是平等不二, 诸佛如来比我们并没有增加一些, 我们比诸佛如来也没有缺少什么, 法法本来具足, 我们要能体认这个事实真相, 无性本来荡平正直, 不可自作迂屈, 平等正直是本来心, 本性本来如是, 我们在境界里不平等, 行事不正直, 这是病, 这不是真心里面所有的, 所以, 不可自作迂屈, 无性本来广大无盈, 不可自为局促, 这个意思在, 冷言经, 有详细的说明, 无性本来光明照朗, 不可自为迷媚, 迷是迷惑, 迷是愚昧, 迷惑, 愚昧也不是我们真心本性原有之物, 无性本来意简直截, 不可自增造作, 我们要像佛菩萨一样, 在日常待人皆物之中, 要修学,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如此才能与真性相应, 才是真正的禅定线前。 第三段, 大师教导我们正确的修行方法。 这里面有几句话非常重要。 六祖说, 于念念之中, 要自见本性清净。 念念之中, 就是二六时中。 六根接触六成起作用的时候, 正如宗门说的, 六根门头放光洞的, 这是要, 自见本性清净。 特别要注意到的, 大师教我们要, 自修自行, 自成佛道, 修就是修正我们的毛病过失。 我们念念中不见自信清净, 这就是过失, 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 这就是正确的。 这一个大前提非常重要。 六祖说, 此门坐禅, 原本并不执着心, 也不执着静, 也不是不动, 大师在黄梅东禅四八个月, 每天充米破柴, 可见他不是不动, 他在黄梅八个月是修的真定, 而我们凡夫肉眼却看不出来。 这是修学坐禅重要的纲领。 六祖说, 四威仪中, 即行住坐卧, 不见人知是非善恶过患, 即是自信不动, 诸位特别要记住, 前面所讲的, 自修自行, 自成佛道, 不是对人, 也不是对事。 对人, 对事则有是非曲直, 对自己决定没有是非善恶。 自信本来清静, 自信本来不动, 这才是真正的修行。 第四段, 教导我们, 不明了这装饰的真实香, 免不了要发生过失。 祖师开导我们, 心缘是旺, 这是讲心意识, 故摸索着, 这就是谜。 修行人起心若执着净, 我现在修的是净土, 我现在的身心很清净, 你自己望立一个清净香, 这样就不清净, 就将我们的自信本净障碍住, 就被望尽所缠附。 迷人身虽不动, 口里常说别人是非常短好物, 换句话说, 自己身不动, 接触外面, 妄心, 妄念还是随时起来, 与道就相违背。 由此可知, 真正修行人, 如六祖所说的不见他人过, 若见他人非, 自非却是左。 总而言之, 修行人如果执着心, 执着静, 总是障道, 总是错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右船一人不动, 总是随着静, 终于此, 石油管理由于当核已是非, 并且大佛未来产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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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